第2221章下一个 本来43个参加命运大盗杯竞争的修士 现在变成了32个 太古凶兽们全体弃权 而且毫不逗留 结伴远去 他们太清楚一个实力远高于他们的杀手性质的修士引浮于测的危险 对半仙修士来说 穷乌是件很难做到的事 尤其是在开阔空间 所以他们不会在外面为凤凰 现在迅速离开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 命运大盗杯外开始变得稀稀落落 本来就没什么人来观赏这样无趣的竞争 等参与者们进了命运空间后 光谷就变得门可落雀 一个人影出现在朝国长老团的视线中 东张西望跟没事人一样 千安道人看得真切 神是传向各位长老 诸位师兄 就是他 就是那个寒鸭 我去找他理论 大长老呵止住他 你去做什么 怎么理论 人家也未食言 也未沉默 只不过是我们没想到而已 且等他过来 看他自己怎么说 道实在定行止 理纪别了过来 看了看正在堵入法力维持命运空间的 十数名朝国长老 甘笑道 王者呢 平道寒鸭 给大家添蘑菇了 大长老凝视于他 道友确实给我们添麻烦了 其实 解决这件事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李基一笑 这老头说的漂亮 其实是在扯淡 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那之前怎么不见你说出来 就是不想沾包而已 他是得混老了新世界新环境的 一直以来都能全虚全伪的 怎么进去的就怎么出来 就是因为他很清楚做事的分寸 得罪一方 就要拉拢另一方 你通通都得罪死了 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变通天的本事也要吃大亏 在天泽大陆 既然得罪了太古凶兽 先有飞帘 后有九鹰 再有鹿五角端八舌 那么 人类修饰就是尽量不要开罪的 在传记中 英雄人物可以杀完人后拍拍屁股走路 哪管事后的事是非非 但在真实世界中 你就不能这么做 对地主地头蛇就一定要有个交代 最起码 必须要有个谦虚之理的态度 否则长此以往 就没人会欢迎你 就算脚屎 脚底下也得站个干净的地方不是 出来乍到 事发仓促 停到没有借力的地方 便只有一把傻利器 于是行此冒昧之事 为此事给朝国带来的不便 平道心感不安 情非得以 大家人足一脉 想来也能谅解 此事为寒压一人做事 并无遮掩之意 贵国大可广传 平道一力当之 若未来太古授群因此而找贵国麻烦 请传告知 平道逼不远来远 漂亮话谁不会说 反正李基氏说得毫无心理负担 大长老骑士等的也是这句话 人类和太古兽终究是两个种族 因为太古兽在自己的地盘被杀 就着急忙慌地把一个人类修饰推出去顶纲 这种事肯定不能干 干也得偷偷摸摸地干 无妨 不过是几头不知深浅的凶兽而已 这点小事我朝国还扛得起 此事暂且结果 道友在杀戮碑中力杀九英的壮举已然传遍大陆 线下又截杀三兄 我看这些不知礼数的凶兽们再见道道有可要闻风而逃了 哈哈 互喷了一些毫无营养的废话 大长老才最后点出了心中所想 太古凶兽之患 来时猛烈 去时朝退 乃人兽之争 不损根本 但天则大陆还有其他风波 比兽患更甚 三头太古兽之死我朝国可以围到有党下 反正大陆上人兽之间的争端就从来也没有停歇过 但未来若朝国有难 在不围到有原则下 还望守望相助 互利互惠 比兽患更严重的 就一定是人祸 太古兽群来 至多就是个暴富 他们不敢谋夺人类的先天大道国度 但如果是人类其他国家的侵入 那就是侵的根本 是可能让朝国改朝换代的 大长老看得很清楚 把不利换成未来的助力 也是老谋深算之道 这才是高阶修士处理争端的原则 如果现在和这件修丝破了脸 什么也落不到 反而加重损失 智者不为 两人在勾兑闲谈中 命运空间的争夺已大局已定 果不其然 凤凰独傲群雄 在命运大道上 也没人能比得过他 空间撤去 通道打开 光十一娘远远地看到 那恶道伸出一只 莫名其妙的剪刀手 哼了一声 竟只向命运大道背落去 虽然李基很希望 这光鸟也撞个一头包 但人家显然不会像他那样的出丑 和一众幸运者 没入道背消失不见 这一去 时间不定 也许数十年 也许数百年 全凭进去修饰的自身机缘而定 也没个定数 李基告别朝国众人 飘然远去 光十一娘这一进入命运大道背 就等于含了她的自由 再不需要那的一念之距 在飞出一段距离后 感觉心中有一丝羁绊 稍意挣扎 随后消失 这意味着一念已过 命运大道背的力量 压过了他们之间命运枷锁的力量 让他们之间的联系无效 李基迅速在高空掠过 她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要坚持 虽然光十一娘常常笑话她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没有自知之明 但有些想法不去尝试 总是会留下遗憾 至于最后能不能成功 交给天道就好 她还有一些道经理解可以尝试 比如五行 阴阳 雷霆 这是她最熟悉的 可以说与主道竟无异 然后还有一些有一定了解的 毁灭 太极 时空等 不知在天泽大陆的大道碑上 是不是会继续让她撞得满头是包 在河光石阴阳的交流中 凤凰说得很清楚 像五行阴阳雷霆这样的主流先天大道 无人和道的可能性很小 但既然是猜测 就没有定论 先停上精先层次仙人的跟脚 谁又能说得清楚 这可能也是修行的一方面 考验你的意志 衡量你的耐心 磨练你的勇气 让你在弃而不舍 和知难而退中不断地做出选择 36个先天大道 到底哪个才是无人和道的空道呢 第2222章变巡 深国 五行大道碑 这里聚集的修饰同样众多 不是因为看热闹的多 而是因为参加的多 在36种先天大道中 如果一定要排出个主流流行的榜单 那么头三个就一定是五行 阴阳 力量 剩下的比较靠前的 还有雷霆 杀戮 毁灭 混沌 时间 空间 因果 生死 混元等等 礼机擅长的 其实一直都是最大路获的道径 在这方面他从不追求标新利益 因为最基础的 就是最有用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实际的选择 才造就了他一身无匹的实力 很实用 就是大道是别人的 参加的半仙修饰尽双百之术 也不比杀法 也不动刀动枪 大家一起坐在五行空间内 运使法力模拟五行道径变化 具体的目标就是一颗星体 有的修饰自我发挥 最后由五行大道杯来评判 李济对五行的理解 沙发破坏远多于建设构造 所以在这场近200人的考场中 优势就很有限 但这东西自己也没法和人相比 就只有尽心尽力 看看五行杯是否认可 他的五行转换构建 答案在数日后揭晓 不得不说他还是有些狗屎运的 排名第九 正好就列入 可以进入大道杯的范畴 这一次 他没有大大方方的直撞过去 而是在别人都进去之后 才价模价样的 不急不徐中蹭到五行杯前 装枪做事的 凯然抚摸五行杯 一副苦尽甘来 较天知性的鬼模样 抚摸半上 凯然长叹 似豁然开朗 又像般开心魔 辛苦修行数千载 臨来才知五行且 既如此 不如归去 多加磨练 待有所成 再许前缘 飘身就走 还作歌一首 天道有五行 目水火土经 知千不练拱 明阳不受阴 以众扮先听的莫名其妙 但大概意思是懂的 就是这次体悟的资格 是侥幸的来 其实自己对五行的理解 还有欠缺 为免还不够圆润的五行 道横进去后会和 红毛大道产生偏差过大 所以宁可放弃这次机会 待修行圆满后再来过 这确实也是一种 对自己高标准言要求的表现 虽然有点傻 但既然人都走了 那地实名修是自然了 不得地撞了进去 好不容易碰见这么一个 修行修傻了的丹鸟 再不动作快些 他回来反悔了怎么办 李基走得潇洒 但内心里却是十分的无奈 他搞不清楚 自己怎么连五行大道碑 都进不去了 难道真如光十一娘所说 是因为他的道境太纯粹 所以五行碑不认可 他有继续修正的必要 他很怀疑凤凰的推断 因为他还没自大道认为自己的杀戮五行都已经完美到连化身大道的红毛都不能修正的地步 如果在接下来 他的阴阳雷霆到进碑也进不去 那么难道就能说明他对这些大道的理解已经到了一个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程度 事情显然不是这样的 排在他前面的修士还有八个呢 以他对五行的构建理解都被排到第九名 说明其中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么还进不去的话 就一定是另有原因 是什么原因呢 李基找了座山峰 盘座山峰之巅 开始彻底回忆自己从元神之后的每一步 试图找到其中隐藏的根源 有因必有果 没有什么事可以无缘无故的发生的 一定有什么地方造成了现在在天泽大陆不能进入大道碑的窘境 数日之后 有所猜测的他睁开双眼 在天泽大陆渔图上仔细搜寻 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能会证实他想法的地方 一路即飞 于数月后到达一个陌生的国度纪 其实对他来说 天泽大陆的大部分地方都是陌生的 只不过这个纪国是小国 没有先天大道碑 而只拥有一座后天大道碑 精锐之碑 这是五行大道所衍生出来的后天大道 作为最基础的大道 五行道的衍生之道不下数百 而且在不同修士的手里还在不断的增加中 但最基本的五种衍生 就是金木水活土五种 李基对后天大道所知很少 既然有了先天大道的阳关大道 又何必再探寻这些小道之术 这是所有大修的必然心态 但在李基的道境宝库中 精锐之道对他这样的见修至关重要 也是他仗之横行的东西 如果说他懂一门后天大道的话 也就非精锐莫属 没有其他 在纪国和先天大道碑的国家 修士人来人往完全相反的 是这里修真力量极度的奚落 按照于图上所标示 这个国家不仅天居易于 而且半仙长老便指一个 还四处云游不知所踪 也说的过去 这样的国度也没什么好留恋的 恐怕也没人来抢 哪个半仙愿意要那就拿去 也不打紧 这样的心态来源于 下面的修士道筒的五花八门 在这片大陆 修真国家的最大特点 就是换汤不换药 哪个半仙也不会屁股后面 带着一群的徒子徒孙 从真君到助姬 真这么做的话 也不用修行了 整日为这些低阶修士 都忙不过来 所以真正的土著 其实就是真君及以下修士 他们才是扎根在一个国家的基层力量 不会轻易变化 而半仙们 与其说他们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决策者 还不如说他们是大道碑的管理者 来得更准确些 所以当李基来到这个继国时 甚至都没人关注他 一来也是看不清楚 二来嘛 如果有意在这里当个土皇帝 那就找之前的半仙打一架 谁死谁活 这些低阶修士才不关心 这样的小国 其实比大国更有意思 真正的活力也是落在了基层 和半仙们的世界是有巨大的隔阂的 李基直奔纪国的后天精锐道碑 结果发现和先天大道碑不同的是 后天道碑其实可以任由真君 原因修士进出 门槛低了很多 而且没有时间限制 随时开启 欢迎光临 因为受众不仅限于半仙 所以精锐之碑附近就有些热闹 不仅是个体悟大道的地方 而且还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房市 是中高阶修士交易的好地方 李基就这么走了过去 像其他来自不同地方的原因 真君一样 在巨大的精锐道碑上依靠 结果 他自认为形势自然潇洒 却谁知旁边有人笑道 道友别装了 进不去就是进不去 又不丢人 何必整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来第2223章自行 那是一个干瘦的老头 原因后期境界 一直留在精锐之碑旁边 也不知是在观察些什么 李基一笑 见笑了 人前出丑 不知道有何以教我 老道故作高深 爱达不理 李基心中好笑 知道这是在所要好处了 于是屈指一旦 一枚灵环飘了过去 这时得自还国的天地伟丽灵机 是他和凤凰作为长老的供奉 光十一娘当然不可能使用这些东西 便都留在他手里 其实也没用 对半仙层次的修士来说 尤其是像他们这样只差最后一步的修士 早已不在伟丽灵机上下功夫 更多的是在道静 性灵等一些冥冥中的神秘上滋滋不倦 老道很是惊讶 对他这样的原因来说 一枚灵环上蕴含的灵机已经狠了不得 不是容易得到的 这年轻人看着普通 出手却甚是大方 看来也是个有后台的 不过这样的人 还有什么自己能为之解惑的呢 你想知道什么 老道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说说道悲吧 我观道有流连此处 一定见过不少修士进入道悲的各种状况 不知能否详尽到来 李基有个好习惯 这还是来自前世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方式 他从不认为 层次高的人就不能从层次低的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人总有不足 在自己不擅长 没留意的方面 也不可能做到那种把眼一眯 然后往事今生所有疑难都静在心中的地步 所以 从别人那里总能得到一些东西 这才是好的修行态度 老道就笑 他在这里带着可不是好心好意为了帮助后辈弟子 而是在那些经验不足的心境原因身上捞取些外快 今天这个年轻人看着很陌生 应该不是纪国的原因 出手大方 有些来头是他近段时间中最大的一笔收入 踏实的老道的 懂得分寸 捞好处从不过分 也怕引来背后的麻烦 你等心境原因 最计贪多嚼不烂 没有沉淀 没有静盈 就涂着金形之锐 立在沙发 就茫茫撞撞 殊不知后天大道也不是随便可以选的 总要符合自身功法道统特点 你看那些真君 半仙 在自身积累身后之前 又有哪个是随便进入大道碑的 这是正解 不过对李基来说毫无意义 于是顺着话茬往上靠 精锐大道碑还有真君来过麻 他们那样的层次 怕是早就对这样的小道看不上眼了吧 老道摇摇头 他其实也很享受这种教育后劲的过程 人上一百 形形色色 好为人师也是其中的一种 尤其是在还能捞点外快的情况下 怎么没有 不仅真君来过 旧纪国历史记载 还曾经有半仙大能回过头来参悟精锐大道呢 我天则大路 传承至今 从来就不以先天后天论高下 尤其注重基础 注重后天大道的培养 很多半仙大能 先不说能不能最后一步登天 但是只要实力足够的 都漠不以创立一个后天大道为荣 就像你现在看到的精锐大道碑 可莫要小看了他 这也是一位深入仙境的仙人 在其半仙时期辛苦创立的呢 李基若有所悟 老道陷于境界层次 其实所知不多 但他所说的这些基础性的东西 其实就是代表了天则大路的一个方向 既然能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长河中慢慢形成 那一定就会有其内在的道理 而不是一种偶然 不是仅仅因为注重基础 而是先天大道基本上已经无道可合 所以他们必须寻找出一种符合自己的大道方向 这个方向需要先在先天大道上寻找 确定了大方向后 再找寻体物读属于自己的后天大道 这才是天则半仙修士们注重基础的根本原因 告别了热情的 还想在他身上赚取更多灵魂的老道 李基离开了精锐之杯 他没有急吼吼的再去四处碰运气 而是在继承停了下来 他有一个很是奇特的习惯 别人在考虑修行过程中的疑难问题时往往都选择闭关锁 他正好相反 喜欢留联在城市中的大街小巷 坐在某个录像中的风味苍蝇馆里 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看外面的红尘百态 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想自己的心思 这样做的效果往往格外地好 就像是现在 吃着各种美味的烧烤 喝着本地人自酿的烧酒 妖娆的本地女子在窗外招摇而过 她的心思就变得格外地敏锐 以一系列不好解释 不好理解的东西开始串了起来 终究 她是强大的半仙 有异于常人的强大思维逻辑能力 有严密的理性思维 当所有的这一切都浮现在脑海中时 也就慢慢地串成了一条线 那就是红毛所化身的大道 是怎么在三红大道中夹缝求生 是怎么利用大道 被这一完全不在主世界修真界 考虑范围内的东西来渗透自己的影响 是怎么通过巧妙的方式 来向修士门指引大道方向的 基础大道 衍生大道 后天大道 这是基础 是绝大部分半仙修士往上更进一步的唯一方式 是受众最广的方式 但是 却不是核心方式 红毛大道的核心方式是 怎么向修士门指引在36个先天大道中 哪一个才是空缺的 是没人合道的 修真界上层建筑决定一切 想要把红毛大道传播出去 仅仅依靠从天泽大路走上去小先亭的人先是做不到的 层次太低 红毛大道真正想培养的是在仙界能说得上话的 能有自己一席之地的仙人 比如 金仙 三红大道在节力隐藏的 就是先天大道的核道情况 希望由此控制仙界最上层的掌控力量 也许 三红大道的本意并不是如此 而是为了给进阶最上层的道路设置足够艰难的门槛 但显然 在岁月流逝中 逐渐掌握了上层建筑的势力门 开始把这份希望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 这是另一个问题 属于三红大道内部 红毛大道在做的 就是把这一层迷雾 通过某种巧妙的方式来掀开一角 第2224章坚定信念 先三红大道的底牌 可不能大招天下 尽人而知 这样做本身就不符合修真的规矩 而且 极易招来三红大道的反击 所以 必须做的巧妙 不引人注意 依靠的是 修饰自身的领悟 判断 分析 敏锐 还有一点机缘 一点运气 修饰有了猜测 就能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 去争取这个虚无缥缈 并不确定 荆棘从生的目标 第一个根本 就是修饰要有大宏愿 也就是说 修饰的超我必须至少定在精心 否则一切修题 每个修饰都有超我理念 不管是古法的明确超我目标 还是衰尽的隐性未来 有多少修饰把超我定在精心 大罗精心 还是人心 真心 这本来是个谁也不可能统计的资料 但里基在死集空间中的经历 经过数万念想精神体的吸收归纳 让他的已建立了一个也许自有修真以来都绝无仅有的数位模型 由此为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这个数位模型中 他惊讶地发现 其实绝大部分半仙衰尽修饰的宏愿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宏大 想象中的修真永远要大罗的概念只是一种美好的期望 事实上 在所有人当中 超我选择人仙的占了大多数 定在真仙的就少了很多 至于把目标定在精心 大罗精心的就只是凤毛麟角 这样的资料说明 其实修饰越往上走是胆子越小的 或者说的好听点 是更理智的 他们以长生不朽为第一目标 在这一点上 人仙和大罗精仙的区别并不大 这样的比例适用于任何地方 无论你在哪里 在主世界 还是天则大陆 在他的观察中 无论是进入杀戮杯的九名修饰 还是进入命运杯五行杯的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走得衰竟路子 这一点上和主世界类似 也符合修真发展的历史 也就是说 在这些很可能都把超我定在人仙 或者真仙层次的修饰来说 他们进入仙天大道杯毫无碍难 而李基这个超我是精心的人 却进不去 听起来很莫名其妙 好像是搞反了 应该目标定得更高的李基 才能进仙天大道杯啊 那些目标定得不高的才不应该有资格 才会被拒绝 但如果你把先天大道中 还剩下几种没人和道的因素考虑进去 那么 红毛大道的用意就变得耐人寻味 那些低目标的衰竞能进去 是因为他们进不进去都不太所谓 反正到了最后 他们也只能和一个后天道 像李基这样进不去的 其实就是红毛大道在暗示 此道已有人和 若想目标不变 请另寻他道 很隐晦 很模糊 很朦胧 很拐弯抹角 考验的是修士的向道之心 有没有走全宇宙独胜的那几条独木桥 如果真有一个这样的修士 领悟了红毛大道的真意 最终和了先天大道 位列先般 最终再走到精先的位置 那么 其对红毛大道的指点之恩必有所报 在精先层次的支援 可要比无数人先的支持要来的重要的多 李基不知道这样的方式 到底有没有人曾经找到过 空缺的先天大道 有没有和道成功 能不能一路平安地走到精先果位 在他想来 怕是没有的 因为哪怕只有一个修士走这条路 获得了成功 浩瀚如三红大道 就不可能还茫然无知 也就不可能到现在为止 还保留着这样一个渺茫的机会 他的直觉是对的 那就是不停地去尝试 尝试每一个先天大道碑 然后找到能允许自己进入的 那么 这个先天大道就极有可能是无主的 至少到现在为止 暂时无主 唯一的问题在于 哪怕他所掌握的道境 在半仙群体中 也算是很丰富的一个 但也永不可能掌握每一个道境 就算是化身为道的红文红黄红明红毛 在化身为道之前也没做到这一点 那么 怎么区别是因为道境理解不够而无法进入呢 还是此道已被人和道了呢 这是个死结 他也做不到在有生之年领悟所有36个先天大道 但他相信 设计这个暗门的红毛大道一定有办法 他不可能考虑不到这个巨大的漏洞 他只需要去尝试 在尝试中搞清楚真相 他不清楚 数百万年过去 有多少才智卓觉知识意识到了这一点 并以此为契机 定为自己的目标 可惜 知道目标在哪里 也并不意味着就能轻松地抵达 又有多少人最终倒在了这条路上 一腔壮志 化为乌有 他也是其中的一个 就是不知道最终结果如何 相对来说 也许和一个自己创造的崭新后天大道并不难 以他在五行阴阳雷霆山路上的造诣 再加上有所涉猎的其他大道 这种创造并不困难 还是 牢记初心 选择 并不困难 取出天泽大陆于图 把所有拥有先天大道的国家勾选出来 他需要找出一条最短的路径 尽量少花时间在无聊的旅行赶路上 做完这一切 仰望天空 那里没有星辰 所以天泽大陆的夜格外的黑 他的心情就像这里的黑夜 但不同的是 有一盏明亮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他有一种直觉 走出这一步 就再也无法后退 就再也回不到 可以自创一个后天大道的境地 这是冥冥中的感觉 但他知道这是真的 红毛大道 只设了单行线 他在找到这条道路的同时 也失去了其他更多更广的道路 有所得 必有所失 任何一个大道都是这样 在追求更高的目标 想得到伟大的机会时 他也就失去了平凡的机会 做出决定后 整个人也变得放松 做好自己 其他的交给 是天道麻 当他真正开始接触到天道的本质时 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变得对天道在没有了以前的崇拜 无条件的信任 求道的路总是这么寂寞 这么漫长 你不能和任何人倾诉 只能孤独前行 有些想安然了 第2225章同行 天泽大陆 庞大苍茫 哪怕是办先进界的修士 也不能简单地把这里当作一个可以游的自己顺移来去的地方 消息 在天泽大陆并不算太过灵通 因为有万来国家 互不同属 有的交好 有的交物 有的漠不关心 一些大事件也仅靠高层修士之间的口口相传 没有统一的集散地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在这里 死几个半仙 亡几个太古凶兽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尤其是在有先天大道碑争夺的情况下 总有杰出人物如流星一般画过 惊鸿一现 然后消失在天泽每年多如红毛的历史事件中 背下一个更惊爆的事件压过 大道碑争夺 国家心替 人寿之间 层出不穷 这里是陀国 功德大道碑的所在地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资格争夺中 有成功者 也有失落者 相对而言 像功德大道这样的先天大道在天泽大陆很不吃香 受众面极小 基本就只有佛门和尚才会在这种大道上下功夫 当然 陀国本就是个佛国 这里的半仙长老也都是和尚 只不过相比教主世界的和尚们 他们更彪悍 不如此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相对于道家修士在争夺入杯资格时的打打杀杀 佛门和尚在这方面就要收敛得多 无论在主世界还是在天泽 当和尚们聚到一起时 似乎总能轻易找到共同语言 也许这就是弱势下的凝聚力 胜利者已经进入了功德碑 失败者们却没走 而是和十数个佗国大师一起 慧脆一堂 谈经说佛 人也不多 二十余个 佛祖之下 并无区别 大师自来天泽大陆 时间匆匆 已有百十载 先天大道碑也去过很多楚 却每次都是浅尝者止 只论短长 却不进入 如此形式 却不知是何道理 一名佗国和尚开口问道 小僧此来 以游历见识为主 却不完全是维权我道境 在小僧看来 与其尽大道碑搓陀岁月 就还不如在和众位师兄的切磋中所获更多 更有实际价值 小僧是从主世界来 未来也一定回主世界去 诸般因果都在比处 如果在这里过于沉溺于道境修正 搞不好就修出个不伦不类 在这里修正道境 未来有机会去天泽小仙庭 非我所愿 如果回去 再不能消除红毛大道的影响 那是肯定不容易三红大道 变断了未来 故此左思右想 就把资格争夺当作一种魔力也是好的 大道碑就不进去了 免得麻烦 一名面容清秀的小和尚 从容而答 作为外来者 他早已习惯了这种问题 在天泽大陆 形式怪诞 不寻常规的修士就从来没有消失过 比如取得了资格却不进去 也不是十分罕见之事 原因有很多 也无法细表 大师远来天泽 不是为了大道之悲 又是为了什么 如果不更深地了解红毛之道 那么此行的意义何在 清秀和尚款款而谈 别人的道是临渊于于 我知道乃临渊关于 小僧始终认为 最好的大道理解就是 躺阳在天地之间 自然而然 大道天成 我为什么要进先天大道碑 修正自己的道境 我的道就是我的道 是对是错 是好是坏 一力抗之 为什么要人云亦云 以他人为敬 哪怕他是红毛 小僧如此做 并不是认为三红所化大道 就一定在红毛之上 换在主世界 我也一样是如此看法 跟在哪里没有关系 这是一段关于自己 佛心的自白 自信之强 让众僧侧目 简单地说就是 我就是自己的佛祖 佛祖就是未来的我 这样的气魄 很少在天泽大陆的僧人中具备 不能怪他们没有雄心壮志 生活在井里就不可能有因的思考 终究 天泽大陆和主世界不是能够相提并论的地方 连放在一起比较的意义都没有 话题有些跑偏了 从为什么这个外来的特别会念经的和尚 为什么就过到悲而不入 变成了佛心如何选择的问题 对此外来的和尚在那里红篇大论 小僧以为要走进来也要迈出去 走进来正如小僧我做的这样 哪怕主世界在无垠 我也一定会走进来看看第四个化身大道的伟大 我被修饰 当不以偏见而小世界 不以正统而轻意见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总要看一看得出我自己的结论 而不是到听途说别人强加给我的意见 结果我看到了你们 我看到了哪怕在这个相对封闭的世界 仍然有高秒神庙的佛门传承 让我受益匪浅 我每天都感觉到自己在进步 在和众位大师的变经中 在大道空间的实际切磋中 迈出去 说是确是你们 永远守护自己的天地 家园 这是凡人的理想 而不是我修饰的理念 修饰的理念应该在整个宇宙 不仅天则大陆属于你们 外面的世界同样属于你们 不要把自己局限于单一 一个红毛大道之下 不是说它不好 而是这个修行世界 好的东西还有很多 一叶障目 不见森林 但大家走出去后 你们才会发现 自己原本想象的很多东西 其实换个角度来看 是那么的可笑 就如我在主世界中想象这里一样 众僧皆闭目沉思 思考这个外来和尚的言中真意 不得不说 先不说对错 就这份蛊惑能力 就不愧是口吐莲花之辈 外来和尚笑容如席 淡淡中 宝香庄严 一张出尘脸 张口吐莲花 却不是大绝禅似的莲花小和尚 又是哪个 当然 现在在叫他小和尚已经不太合适 莲花和尚现在已经是半仙阶层的大和尚 大师 佛门体系和道家不大一样 但单从境界而论 也是距离登仙不远的境界 怎么走到的这一步 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天下英雄 非止理及一个 曾经的朋友现在都不知去了哪里 归宿怎样 轩辕内的 轩辕外的 但没想到的是 走到了天泽大陆这个很关键的一步 又出现了莲花和尚的身影 说好听的 叫英雄所见略童 说不好听的 就是阴魂不散 第2226章老冤家 莲花当然不会和他们说出自己的真实用意 不是藏私 而是不能说 他的来历奇特 所以能走到这一步 这一点其实他的师门大觉禅寺都不太清楚 甩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大道理 把众人的思路引天 只为遮掩自己真正的目的 对他来说也不是件很难的事 什么是大修 不会忽悠人就不配称为大修 大修的一项基本技能就是传道 什么是传道 就其本质 就是比谁更会忽悠 否则哪来的信徒信众 哪来的道统传承 来这里已有数十年之久 莲花和尚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天则大陆游历 其实不仅在适合佛门的先天大道碑处尝试 也包括一些根本就是属于道家的先天大道碑 人类修行历史达数百万年之久 在道境方面 道家和佛门分得也不再如一开始那般的清楚 至于墓地 那就只有天之地之莲花之了 论佛当中 莲花和尚谦虚的风度 风趣的言谈 至深的哲理都让天则大陆的土和尚们大感清静 如沐春风 政论道投机处 一名陀国大师偶然说起 我近日去国国拜访了一位前辈僧友 盘缓数月 道时听到了一件趣事 说是有一个主世界的道家修士 被一头凤凰索齐 走周川国 杀士奇特 此人实力很强 杀了几头出名的太古凶兽 在他们那处地域很有些威名 但搞笑的是 争取到了数次先天大道杯的进入资格 却每次都撞得满头是包 也是好笑的紧 莲花和尚随口敷衍道 道径不服 或者过于偏重杀伐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修身不修心的典范 我猜这人一定是偏于杀戮的奸体一脉吧 那大师笑道 大师猜的是 不过却不是个体修 而是个更凶利的剑修 莲花和尚就心中意图 没来由的一阵恶寒 假装无意道 不 这就对了 在主世界修真界 这件修一脉确实是杀法五度 知道它的道号码 主世界虽大 但半仙阶层毕竟有限 也许有些救援也说不定 那和尚回道 道号好像叫寒鸭 对 就是这个名字 好端端的却和乌鸦扯在一起 也不怕给自己带来厄运 莲花和尚面色丝毫不变 嫁作不适 但心中和表面相反 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个东西 阴魂不散的 怎么又追到这个地方了 到底还让不让人快乐修心了 莲花和尚面上笑得更加的和许 言语更加的温和有理 但心中一连串的市井粗颜 却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自从京丹时在方丈岛认识了这个畜生 只要是有所接触 那就肯定没有好事 在清空大世界 本来应该齐名的两人 他却一直被压制 清空人是指纹乌鸦 不知莲花 这也就罢了 他一个大能转世之身 远也不太在意这些虚名 早就看得透了 但接下来在涉及几次佛门大的计划中 这人也几乎次次搅局 把大好的局面给搅得乱七八糟 使尿其非 天梯之变 天狼突袭等等 莫不如此 无意能免 给他自己带来厄运 这些和尚哪里了解这畜生 他根本就是给别人带来厄运 却把好事都拉到了自己身上 有多少年没见过他了 这丝来了这里 还被撞得满头是包 这可能麻 认识这丝数千年 当你看到他吃亏时 就一定要千万小心 这肯定是假象 意味着其他人要倒霉了 莲花和尚完全可以确信 这次来这里的墓地 和自己一样 都是过道碑而不入 其真实墓地骗得了别人 骗得了他莲花麻 莲花大师下一步行程何处 若有定论 我托国在这里深耕数万年 也不定能为大师行些方便 出门在外还是要多多联系 天则大陆不比主世界有规矩 半仙陨落在这里书为常见 而且大道碑之争 也并非看起来的那么光鲜 时间长了 总有龌龊暗生 我知大师不屑小力 但能不受小人背后使办 总要少些麻烦 别人盛情殷殷 莲花也不好推脱 但于他而言 确实宁可独自行走 要更稳妥些 他的那点秘密 如果完全不演行机 也很难说就能瞒过 有心人的注意 况且 人情不好欠 无论在哪里都是这个道理 对于修士来说 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 行踪不定 莲花两世之人 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告罪感谢 委婉道 不是小僧隐满行踪 实在是并无具体计划 心之所致 心之所向 若一计划而动 就失了自然之心 所以 大概会占卜而定 不过小僧兴趣广泛 大约也不会顾于佛门道境 既然来了 道家的看家道境 也是要去见识一番的 顺便会会道家群英 不过我在如佛门宫的碑 这里可以虚言尽出 但到了道家先天碑之前 怕是想做大言都做不到了 说不定就如那的剑修一样 在大道碑前撞得满头是包 众僧皆辅长大笑 魂不知这不过是莲花和尚 提前为自己的行踪找个合理的借口而已 首座僧人含笑点头 莲花大师佛敬高秒 我辈大有不如 佩服佩服 不知大师对天泽大陆中 先天大道碑之分布有何看法 莲花知道戏热来了 怎么说 可有讲究 首座僧人唯唯一笑 是这样 天泽大陆一共36座先天大道碑 数百万年下来 各方势力 轮番接替 整体而言 我佛门在其中所占甚少 仅只寥寥几座 这与我佛门在修真界中的地位不符 甚至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势力占据 甚为不公 有鉴于此 经过多年筹备规划 我们凑了些人手 准备发动一次换国之战 这是深思熟虑的选择 在天泽大陆也不会引起什么道统之争 不过是正常的不能在正常的换国而已 唯一的问题是人手问题 还有些欠缺 所以相请大师 看在佛门同出一脉的份上 彼时不吝失以援手 莲花点了点头 这不是什么太出格的大事 对换国平凡的天泽来说 小国千来年换个主人 大国数千年换波和尚 也是寻常 打个大道碑 贾国 道德大道 第2227章逐渐清晰 礼基已经在天泽大陆晃荡了数十年 在出来此地有几次高光表现后 他也慢慢地归于成绩 只以达到目的 取得入碑资格为要 其他的 都是能过就过 一张一池 一送一锦 是他的形式风格 他也不认为一路 大张旗鼓地杀过去 就能杀得山和艳青 那不是他的性格 而且 最重要的是 也不是每个大道碑都是杀戮 毁灭 生死这样的兄弟大道 需要分出生死 若真是每个先天大道碑 都像这样的残酷 那么天泽大陆的半仙成长 也会远远跟不上消耗 迟早大家都完蛋 大部分大道碑 还是像五行道碑那样 通过一种比较平和的方式来决定去留 如果修士知道分寸 就一定不会有事 当然 自己做死除外 数十年中 李基又经历了八个大道碑的考验 加上之前的太虚 杀戮 五行 在三十六个先天大道碑中 他已经完成了十一个道碑的尝试 占了近三成 不是不想更快些 而是因为开碑时间有限制 有些大道碑的开启时间会拖得很靠后 需要等待 在这样的尝试中 有的有失 并不尽如人意 离他想象的计划相去甚远 比如在空间大道碑中 他成功地取得了进入的机会 但在进入时如料想的一般悲剧之门外 这也间接地证实了他的猜想 但有些却是苦于尝试无门的 比如他找到了涅槃大道的参加机会 却因为无法进入前九 而根本没有尝试进入的机会 这些先天大道不比杀人 只比大道意境 像李基这样对涅槃大道的门外汉 也就只能空自叹息 按照这样的节奏 他能有把握真正碰触大道碑的 也就在那些他擅长的领域 比如五行阴阳 雷霆杀戮 可能还有毁灭杀戮 时间空间 因果力量 其他的 真的是有心无力 一个大道意境 需要漫长时间去打磨领悟 还需要有一定的机缘巧合 没有谁可以天才道 近习三十六种先天之道 还每一种的能力都在水准之上 能傲居前九名额之中 哪怕他还有万余年的寿数 恐怕也做不到这一点 在计划的初期 他简单地认为只要三十六个先天大道碑 都尝试一遍 就能找到哪个大道是空缺的 是可以合到的 但现在看来 其复杂性远远超过他的想象 最清晰的途径是诸如五行杀戮之类 他取得了资格 却被弹出来 明确显示此道有主不可合 另一种途径就像太虚大道 被弹出来 他却不知道因为什么被弹 是此道有主 还是他在太虚道径上的领悟不足 经过很长时间的回忆比较 他找到了两种弹出之间的差别 很细微的差别 不找一辨别就根本不可能发现 现在最重要的反而是 怎么取得进入资格的问题 不杀人不打架的话 他里乌鸦一身本事就去了九成 剩下的一城还主要是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 他琢磨来琢磨去 发现唯一有可能的方法就是跳槽 从一个国家的长老团跳到另外一家 只为进水楼台鲜的月 就像在还国尝试太虚大道杯那样 可惜 当初加入还国长老团是有契约在身的 现在寸功未利 拿完人好处就抬屁股想走 他里乌鸦虽形势无机 但这种缺德式还是不会做 总要找个好点的由头 站得住脚的那种 这些想法还需要仔细琢磨 在这之前 他最好是把自己熟悉的那十种左右大道都尝试一遍 以彻底排查出去 虽然明知道被弹出来几乎就是定数 但修行荣不得猜测 要严谨 哪怕花费一些时间 这样又拖拖拉拉地晃了数十年 光十一娘毫无出来的迹象 他自己又去尝试了雷霆大道碑 太极大道碑 阴阳大道碑 毁灭 时间 力量等 把自己擅长的道尽是了个变 果如他所料 皆被弹出 证明了他的自觉正确 这些都不是他的核道物件 这一日 李基正在上下的先天大道中条挑检检 想选择一个有可能取得资格的大道继续尝试 一道幸福传来 是来自还国的消息 最紧急的那一种 李基唯唯一笑 他等了很长时间的变化终于来了 如果能为还国出一次力 那么离开还国就有了可能 这是利用规则的偷奸耍滑 不应该存在于修饰中 为传统修饰所不屑 但李基可不是传统修饰 利用规则也是修行中的一种 毕竟习便道径就根本不可能 甚至某些道径就是保持对立 非此即彼的 越于之后 在他的全速感路下 终于回到了还国 回到了太虚碑 神士放出 片刻之间 苍鹿子出现在眼前 望向李基 壮极满意 李基神士在附近扫了扫 一无所获 没有大战前的紧张气息 也没有中长老的存在感 不由疑虑到 为何指我一个回来 是事情结束 我回来晚了 苍鹿子笑咪咪道 不晚不晚 将将好 其实老道我这次相照 便指寒压道有你一个 人来得多了也无益处 便指道有你这般的 一人足矣 呵呵 之前怪老道小看了道友 才把你和凤凰并做一个 但道友在恒国朝国大展神威 连斩强敌 身威一时无两 却显得我还国当初太小家 则气了些 等这次事情办妥 当为道友证明 你和凤凰道友当一人一个名位 绝不食言 李基心中好笑 这苍鹿子过日子是够精打细算的 这种事当时就应该应下 还等什么办完事情 如此小气 就很难留住真正的英才 不急不急 总要知道办的是什么事 是不是在能力范围之内 平道些许为莫知名 不过是撞了大运偶然为之 却不是真正实力如此 道友可莫要封闻而须 你没看这些年平道毫无成就 自甘平淡了麻 实在是其有已入大道碑 我失了助力 所以不得不第一条形式呢 李基一番话说的是云山雾罩 隐隐约约把自己实力的一部分 给推到了凤凰那里 这也不完全是胡说 很多有其之联系 往往能为其中一味增加些能力 算是借用 但这一番话 对苍鹿子却影响不大 借用又能借出多少 本身实力不够 借再多也百搭 他此番找这人来 却是经过甚密思考的 岂能单凭几句话就推翻 第2228章解围 苍鹿子打着哈哈 态度是极好的 请道友来 视为解决一个麻烦 这个麻烦 有我们其他长老去不太合适 所以才想到了道友你 一指西方 沿这个方向全速飞行数月 及西之处有一个国度 名为甲 为先天大道之国 立国之卑为道德 这是整个天泽大陆拥有先天大道的上国中最周边的国度之一 因其道统模糊 道家讲道德 佛门也讲道德 儒家还讲道德 天门旁门也以道德自询美化自己 所以数百万年来 占据这个先天大道的势力一直就在走马灯一样的变换中 没有定数 现在的甲国 确实在我道家手中 以历史数千载 成为我道家在天泽大陆的又一个基础之盘 但最近有些消息传出 好像有其他势力对甲国蠢蠢欲动 资讯比较模糊 但想来在其背后也无非是那有限的几个势力 其中有以弗门最为可能 凡是欲则利 不欲则废 不管是哪方势力想要谋夺甲国 提前准备一下总是好的 本来这就应该是整个道家的家事 但你也知道 天泽大陆是个无序的世界 道家各势力互相之间的联系极其淡薄 也没有一个哪总的站出来统筹 所以就只能依靠自己 甲国的半仙长老团本身实力是不弱的 但最近些年却出了些意外 有长老登顶先进失败而去 有和太古凶兽战斗而亡 还有离开甲国另谋高就的 如此种种 偏偏凑到了一起 就造成了现阶段 甲国长老团实力的空虚 可能对手也正是看出了 这一点想趁虚而入 苍鹿子叹了口气 看了看静静倾听的这个建修 努力把事情说得更轻松些 甲国长老没有办法 是集从权 就只能找相识的朋友们帮衬 数千年前还国有难时 甲国几位长老曾经从旁援手 故此有些交情 也有些因果 这一次他们有难 便传信过来 希望推荐一名够实力的强者过去 帮助镇守一段时间 我考虑来考虑去 从实力上来说 还国实数名长老 就以道友以及贵友为尊 其他人去别帮不上什么忙 倒把自己献在里面 只为有两位才是不二人选 贵友既在命运大道碑内 那就只好请道友辛苦一趟了 天则大路道佛之争 远没有主世界那般来的激烈 因为红毛大道并不支持 但这么长时间过去 有些东西也是避免不了的事 大家虽然都不说透 但内中深意也都明白 我们若派歇惯了名号的道家办先过去 就容易落人口时 最好就找到有这样的外来客 最是自然 也不会逆了红毛大道的宗旨 助班原因 便只有含压到有你最合适 所以相请 万物拒绝 李姬唯唯一笑 如果频道猜得不错 这个邀请并不在契约之中 当初我和你们立系 答应为还国出力 两人只做一个 只是当还国有难时 而不是整个天泽大陆随便哪个国家有难时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在天泽大陆也不用做别的了 哪里有危险就哪里去救援 赢得朋友再多点的话 就拿我当驴子使了 苍鹿子尴尬地苦笑 现在想来 当初那的两人只算一个的契约有些失误了 贪了小便宜 结果造成现在的尴尬 李姬也不追究 既然推荐我去 那么以什么由头 是仅仅过去筑权 还是加入贾国长老团 名正言顺 苍入子解释道 本来应该是退出还国长老团 也就是抹去太虚悲的印记 但如果倒有不愿意 那么也可以保留太虚印记 就指当时去贾国做个客卿长老 李姬摆摆手 我非薄情之人 在还国拿了好处 却不知感恩 总要做点什么 此事我硬下了 不过却有点小要求 不知长老可否通融 苍鹿子连忙道 通得通得 道友只管说来 看他的神情 就知道这还国和贾国的关系不浅 恐怕远非他说的那么简单 不过这不关他的事 便依你所想 退去太虚印记 然后去纳贾国加入其长老团 再印上道德印记 这样的话 就名正言顺了 但我有两个要求 一个 你需的和贾国说清楚 我只是去帮忙 事成之后 我有自由来去的权利 却不能凭此约束于我 苍入子点头 好好 我这就手术一解 住贾国度过劫难之后 当还道友自由之身 随道友之意 你是远处游历也好 或者四处尝试大道碑也罢 我还国都为道友 在长老团中留个位置 随便来去 绝不阻拦 礼记继续 第二个要求 我希望再进一次太虚碑 以验证我这些年 在太虚到镜上的镜镜 苍入子就有些为难 道友 这召集大家来为你开一次碑 很简单 可一进大道碑动辄数十上百年 这如果耽误了贾国的为难 岂不是 礼记就笑 我只说看一看能否进去 又不是真的进去 如果感觉能进去 那说明我这些年的感悟有所静静 只是一次验证所学罢了 长老无需紧张 苍入子长书一口气 那就没问题了 我这就传信让他们过来 也顺便为道友辞行 不多时 十余名还国长老齐聚 简短招呼后 也不耽误 便开始为礼记再次打开太虚拟通道 礼记装模作样 一番凝神后 开始绕着太虚碑模皮蹭痒 以各种方式企图进入 看在一众还国长老眼中 漠不摇头 这一看就是道静静淫不够 太虚碑完全拒绝 一个先天大到又岂是短短不足百年就能完全领悟透彻的 几番尝试后 才无奈停下 撂下一句话 平道献丑了 这就去也 这是他刻意想要知道的结果 当初第一次在这里撞得满头是包时 也没有考虑那么多 所以对太虚碑弹开他的力量分析不够 这一次仔细感知 终于让他发现了些许不同 第一层弹开他的力量确实是因为太虚碑认为他在太虚道静上的积累不够 但在这层力量之下 李基能感觉到隐隐还有一层其他的东西 他知道 这就是杀戮碑 五行碑等拒绝他的那层东西 也就是说 太虚碑也被人和了道 有主了 第2229章肥夷 朝着西面 李基一直向前飞 对他来说经过这十数次的尝试摸索 已有把握在接触大道碑的瞬间 判断弹开自己那股力量的真实性质 是因为他道静不够 还是因为此道友人 现在他需要做的 就是不断地从一个国家的长老 再变成另一个国家的长老 只有这样 他才能躲开资格竞争 在那些不熟悉的大道领域 他根本没法和人家竞赢了数千上万年的实力来比 只好走后门 就像这次去甲国的道德大道 道德 狐脸的东西 无论是道家还是福门 都把它看得无比的重要 人靠衣装马靠鞍 狗佩铃铛跑得欢 这东西都不用想 一定是有修真以来投几位被和道的 就是不知道是哪位大神有这的运气 他道不是既希望于道德大道 而是借此摆脱还国太虚道的束缚 还其自由之身以便下一步周游列国去也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最起码知道把力气往哪里使 到了他这个境界 很多时候都迷茫得不知道具体该做什么 那才是真正的虚值时光 这一日 正飞行中 有三点强大的气息俯冲而下 前面的一点气息有些紊乱 后面的两点则是气势汹汹 方向索对 离他正好斜角相迎 理机器不减速 也不规避 无秩序的世界 遇到三头太古凶兽有什么好躲的 很快的 前面一头凶兽露出了真形 是头肥仪 肥仪 怪蛇之状 一头双体 远看到像是一个怪模怪样的双尾风筝 其形肾素 身躯带伤 有些慌不择路之感 从距离他不远处一掠而过 毫不犹豫 这就是凶兽的狡猾之处 他们在战斗中打不过 逃跑时就常常故意把路径带向偶遇的其他生灵 比如天泽大陆最为常见的人类修士 如果遇到各半仙境界的还好些 若是遇到各真军 那人类修士就要倒霉 太古凶兽在疯狂起来是不管不顾的 沿途遇到挡路的那基本上就是直接冲撞 实力不足的 非死即伤 这一次也一样 后面穷追不舍的是头长黄和平棚 一个类狐背角的怪物 拖着一头双头 各处一端的东西 他们抄的是捷径 拐了一个角度 也留意到正前方有个人类修士迎面而来 却不躲闪 只直直撞来 尖角顶竖 双头爆牙 这是太古凶兽们最喜欢的斗力争狠的方式 在他们的经验中 一般人类修士遇到这种情况都会退避三射 或者喝骂 或者施法 真到那时他们早去得远了 但这一次确实不同 那人类修士方向半点不偏 直直而上 当他们两个觉得不太对劲时 前方那人类已经变成了一道闪亮的见光长河 双方一对错 人类修士皮毛不损 继续往前飞行 但两头太古凶兽却有些七彩 浑身上下被刮得干干净净 呈黄一身漂亮的明黄亮毛被踢光 成为一只光珠 而平蓬的满身鳞片被刮净 成了一根肉棍 两头凶兽痛极难忍 丝毫中 远远地传来人类修士淡淡的声音 拐弯让直行 行走天空 这点规矩都不懂 前面的肥夷留意到了后面的动静 本来一个无心的动作 没成想却救回了他的老命 但现在还没有结束 危机还没有真正的过去 他很清楚 成黄平蓬受到的并不是致命伤 只是看着吓人 不过是那个人类修士给他们的一点小小的教训 稍作迟缓 自己还是逃不过去 所以 机敏的一翻身 原路退回 却是追着那个人类的方向而去 这是他唯一的生机 他的性命就在那个人修的身上 堵后面的两个追兵不敢追 踏实的这个人类 虽然这个人类未必知道他 在朝国 命运大到悲外 他率先逃跑时看到的就是这个人类 并确定他就是杀死路五角端八舌的凶手 修真世界就是这么奇妙 曾经的敌人 现在却成了自己保命的希望 他不担心人类会怎么样 他 他不过是头小小的 可怜的 逃命的肥夷 没有威胁 没有野心 也没有价值 他会顺风使舵 会卑躬屈膝 现在对他来说最紧迫的威胁 反而是身后自己的童族 在天则大陆 有时候童族相残起来 更残酷 更血腥 谢天谢地 那人类修士飞得并不太快 他还能勉强跟得上 现在就堵后面的城隍平衡的胆子 如果他们真的追上来杀他 他知道前面的人类修士 一定不会回过头来救他 他们素不相识 他只是头毫无价值的肥夷而已 但是 后面的追兵不知道 他们会考虑他是不是逝得前面的人修 而放弃这次追杀 这就是他翻身追上去的目的所在 在太古兽群中 非依实力中下 地位不高 大家都把他们当作典型的墙头草顺风倒 却不知道这其中隐藏的智慧 在奔逃中 非依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后面 他没有感觉到有追兵跟上 但他不能松懈 因为这可能是种迷惑 一直飞出了一日 他才确信那两个同族是真的放弃了 还跟下去 当然不 现在轮到他悄悄地溜走了 就在他刚一转向 就感觉一道凌厉的神势扫了过来 顿时不敢再动 他心里很清楚 人修虽然速度并不快 但也许只是不急于赶路 他真以后人类追不上他 那就大错特错 作为太古兽群中最擅长审视舵势的种类 他很清楚自己现在应该做什么 太古肥宅 多谢上真元首 不杀之恩 以后必有报答 李姬饿了一声 我说过不杀你了吗 李是的我 肥宅不敢隐瞒 朝国命运碑旁 小寿见过上真一面 当时情非得已 不得不去 也只是个摇旗呐喊充数的 今次性的遇见上真 才能逃脱所命之恶 其实我 李姬摆摆手 我没救你 你也不用谢我 晃身离开 杀个低等太古凶兽真没什么意思 对他而言 绝不做无意义的杀戮 哪怕是个肥宅 第2230章甲国 一番掌图奔波 李姬进入了甲国地界 也懒得找人 莫查其机 下一刻 已是出现在了道德大道碑附近 所谓道德 道生之 得序之 物行之 事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的 道之尊 得之贵 覆莫之命而尝自然 一进道德碑影响范围 感觉身体都要轻了几两 此为道德之熏陶 听人说 越是大德之士 接近道德碑时 越是能够感受到自身道德在道德碑下的称量 道德越高 被承认的越多 也就能感觉身体轻得更多 曾经有大德之士来此 直接就身体重量挤进于无 哪怕不施展法力 自己也能随风而浮 他里乌鸦当然不是道德之士 但在大到大的上的分寸还是有的 数千年修行中也没做过什么人神共分的大恶事 反而是大好事做了不少 看来这道德碑还是不瞎 对他所做的也有承认 骨头能轻了几两 心中还是高兴的 这是一种被承认的感觉 可能会有圣人能做到做好事永不被承认 仍然我心依旧 但礼机不是圣人 不被承认心里会不舒服 被承认得太快太早 又觉得有为自己顺天应命的淡薄作风 也是个表里不如一的 最好就是 一时间不被人知 多少年后因为某种偶然被人提及 猛然发现某人在某时某刻 做了这么一件大好事 却甘于平凡 这时正主在云淡风轻地摆摆手道 些许小事 不足挂齿 你们不说我都忘了这才是好必 礼机端肃心情 莫利道的杯上空 仔细体悟 他忽然发现 自己和这道德大道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疏远隔阂 格格不入 也许是他常给人灌鸡汤的原因 他觉得和这东西挺亲近 如果把这杯名钱再加上各国名 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 贴切得很啊 道德 就是有这样的神秘的力量 无论是谁站在这里 都会自觉不觉地审视内心 以平生所行来回顾自己 比较自己 判断自己 了解自己在这个道德的世界中到底处于一种神秘位置 其他先天大道就做不到这点 比如杀戮道碑 如果你是个厌于杀戮主修自然的平和修士 就会自然而然地对杀戮不屑一顾 根本不会去想我如果也杀戮的话会处于一种神秘层次 五行 阴阳 雷霆 太极等等大道都是如此 喜欢的 钻研的 就一定会为此留足 不屑的 与以无关的就会漠然而过 没有哪个先天大道像道德大道这般 让每个修士 不管是谁 多高的境界 什么层次 何种道统 修什么道境 只要是个修士 当来到这个道碑前时 都会不由自主地反省自己 评判自己 未来改不改不知道 但最起码在当时的那一刻 谁也不能逃脱道德的审判 命运大道也会审判 但那是天道自然的审判 而道德的审判却更高级 那是直接发自修士内心的 自己对自己的审判 36先天大道互相之间 并没有高低上下之分 但若论人心知操控掌握 非道的一道莫属 再修士道了半仙 甚至是更高的境界 道德的威力可再不像 住基金单时期那样的可有可无 而是能力越来越大 从这一点上来说 其实先天大道也是分高下的 便如理基最先领悟的杀戮大道 在其中的地位怕不得是垫底 真为猎先般的话 你用杀戮 吓唬谁呢 好白菜都被猪拱了 他的感慨很短暂 在道德碑上空悬停不久 庶民半仙修士就很快出现 为首的 是一名合法童言 先锋道鼓的道人 这麦香 和道德大道就是标配 要知道道德一道中 相貌本就是很重要的一环 一个真正道德高尚的人 怎么可能长成一副为所卑劣的模样 借过里基地过去的苍鹿泽的欲解 心中明了 遂开口笑道 原来是寒鸭道友 贾国虽远 资讯通传不便 但道友的事迹也是有所耳闻的 今次贾国有道友加入 如虎添翼 那是实力大增 为我道家姓氏 平道假装 欢迎寒鸭道友加入 天泽大陆对半仙修士实力的评价 自有一套自己的标准 大国小国 道统出身 跟脚过往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曾经的战机 很实在的评价方式 天泽大陆修士的实力良又不齐 你甚至不能通过杀过多少同径修士 来判断一个修士的实力 因为谁也不知道你杀的是强大的 还是浑水摸鱼的 这里的半仙修士虽然和主世界不在一个世界 但某些基本的修真规律还是相通的 主世界衰进五万 精英内景才不过千 基本上就折射出了修真体系中真正精英的比例 主世界如此 天泽大陆也一样 大部分修士仍然是平平常常 其中拥有真正过人实力的并不太多 基本上都集中在先天大国的长老团中 至于那些小国半仙 也就流于寻常 无论是在当初的还国 还是恒国 乃至于现在的贾国 对李基曾经的战机中最看重的一场 就是杀戮空间对九英的那场 在天泽大陆太古兽群中 九英几乎就是王者相柳世下的第二强 能杀九英 就说明这个寒压完全具备了在先天大国谋取一个正值长老的资格 贾国的空缺长老位置也有限 三 四个位置而已 当然不希望找些小国普通半仙来烂鱼充数 这次补充是要真正见大阵仗的 实力逼了害人害乙 就不如不要 总体来说 这个寒压的头笑还是让人满意的 他当然不会看其面貌气度普通就生出轻视之心 上万年的生命历程 早就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越是那种普通到极点的人物 疯狂起来越是让人胆战心惊 贾国有不可预见之难 所以才邀请众贤前来援手 想来苍鹿子师兄也和道友说过 我假装是个实在人 喜欢一切说在前面 道友来 加入贾国长老团 路得道德之印记 这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的战斗 这是我贾国欠道友的 那么 道友也不妨直言 这修真戒没谁活得久了想死得快 既然来 必然有因 谈压道友有什么要求只管说来 我能硬 咱们就在一起混些时日 我不能硬 咱们再说其他 第2231章直符 不愧是玩道德的 知这一开口 就让人心生好感 道德玩到深处 又哪有古板守旧之人 必然都是人尖子 琢磨人心的老手 空长就是基本素质 于是也不客气 有三点 贾长老看看是否为难 首先 我要进道德杯看看 平道对自身道德似是而非 不知是在一个什么层次 正好借此机会一事到尽 其次 以二百年为限 若二百年内还没出现你们说的为难 我便算履约完成 之后是否再续 再看彼时情况 最后 若战斗结束 是走是留 贾国不能为难 长老若叫的这三条还可以接受 咱们大概就可以定下来了 没有什么周折 李济现在又成了贾国的长老 他没想到的是 在前身那的跳槽成风的世界 他没有经历过多少次实践 来了这个修真世界 却要开始他一段持续的不断的跳槽 跳来贾国只是他的第一步 接下来还得想办法往其他先天上骨跳 这一次是事情赶巧了 有这么一个机会 但这样的幸运不可能一直跟随他 总得想个理所当然 自然而然的跳槽方式才好 他的条件并不苛刻 一来他这个人的要求本来就不多 二来少牵扯些东西也好事了后的快速离开 要求太多就完全没必要 进入道德杯的要求也毫无意外的被答应 但还要稍微再等等 因为考虑到可能还有其他半仙的加入 很可能会提同样的条件 那么大家一起来就要方便得多 毕竟 实名半仙齐聚打开通道还是有些麻烦 道德杯本身也有一些限制 并不是无限开启 身为贾国长老后 他得到的消息可就要比苍鹿子那的老狐狸 给得多得多 基本可以确定 来犯的将是佛门一系 只不过具体构成还不清晰 相对于贾国的修真力量 就是以元长老团为主 又加上几个外来的修士 听说佛门准备的进犯力量 就几乎全部都是东拼西凑而来 东拼西凑就意味着散乱 没有凝聚力 但也意味着佛门可以尽量地寻找实力 足够强大的和尚 没有弱者会被选中 所以前景还很模糊 这是一段里基少见的悠闲时光 他甚至还有机会去附近的国家参加了一次其他先天大道的资格选拔 是太义大道 结果很让人无奈 连资格也没取得 对他来说 这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不是太义大道 而是太南大道 前来无事 就自己钻研命运之道 亦多不压身 也不只是为了那得捣乱的命运枷锁 也是为自己多学一门手艺 现在的他 进入天泽大陆已近百年 还是一事无成 连一个大道碑都没进去过 说出来都没人能相信 也不知道的碰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几个空缺大道 日子休闲 也由着他晃来晃去 只不过最近些日子贾国流行使艺 也不知缘从何起 他在这方面其实是门外汉 有心无力 数月之后 贾国终于把人凑齐了 通过各方势力的推荐引进 连里基在内 一共有四名新晋长老 其中竟然还有一个他适得的 算不上熟悉 但在杀戮空间却有一面之缘 勾行解 一个在天泽大陆也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半仙 这一日 贾国长老齐聚 打开通道为几名新晋长老开后门 如假装猜测 每个愿意来的都有自己的目的 对半仙来说 还有什么目的是比进入先天大道碑更重要的 当然 不是真正的进入 否则进去后出不来 贾国的麻烦怎么办 就只是验证所学 或者说 验证自己的道德层次高低 换一个先天大道 没人会这么好的性质来验证 不会就是不会 有什么打紧 但道德不同 你不能说自己没道德不是 至于道德高低 便只有通过先天道德碑来一阵深浅 在这里 在先天道德碑 也是所有先天道德碑中最奇怪的一个记录保持着 那就是 取得了进入道德碑的资格却不进去的 在所有先天道碑中几率是最高的 听着很奇怪 其实自有其道理 我能进去 说明我有道德 是一个道德高尚之人 但我不进去 因为这不是我的道 不想被道德束缚 就是这么复杂 矛盾 代表了几乎所有修饰的心态 在等待中 勾行俭有些自来熟的别道理机身旁 笑道 平道勾行俭 和道友有过一面之缘 只是未曾交手 圣汉 道友杀伐之列 毁人不倦 也来衡量道德麻 这人说话很不中听 属于那种话里有话 带此寒基的 不过理机从来不怕这种人 论嘴 他就像对剑一样的自信 行之正 不求隐之直 而隐自直 人的道德 就像星空一般的深邃 而我们看到的 只是他的表象 勾道友这么快 就从杀戮空间出来了 看来杀戮之道 更契合道友本质 勾行俭说他毁人不倦 指的是杀九英时手段残忍 毫无怜悯之心 理机则是暗指他没见过世面 不知星空之身 不过一天生杀呸而已 嘴独的人 耐受力往往就更强些 我听人自夸过相貌的 实力的 勇气的 智慧的 但却很少听说过自夸道德的 道友的道德 不是应该由道德背来衡量的麻 理机一审 诚实 就是最大的美德 独立不惨隐 独情不愧轻 我知道德 又岂是他物能衡量的 勾行简易及道 佩服佩服 合着道友的意思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有道的那么就有道德 两人在这里斗嘴取了 那边乡甲国长老们已经把入杯通道搭建完成 勾行简把手一饮 道德高尚者先请 理机昂然而行 他知道自己进不去 但不代表线下就会入了气势 再者说了 他竟不去难道这家伙就能进去了 真有进去的把握谁还跑这里来走后门 身形飘动 人已来到道德背前 手摸头顶肩扛 一番施展后才不屑道 什么道德背 莫不是个假的 那勾行简仰天大笑 也飘到镜前 肩扛手摸头顶 结果一般无二 回头硬核道 还真特娘的是个假的 像咱们爷们儿这样的真汉子都进不去 偏偏就只给魏君子大开方便之门 第2232章第一个 道德背的通道开启也不过短短一刻 结果也是不出所料 新进的四名半先是一个也没进去 不是他们不想进去 而是完全被拒绝 也在意料之中 大家都复之一笑 本来就没指望 又谈何失望 假装为新进长老准备了一个接风会 简单直谱 主要就是让大家都互相熟悉一下 如果只是新来一个 就没这必要 就像李基之加入还国 但如果是十来个人的长老团中心加入四个 那就很有必要 在未来的时间里 他们将有很大可能会并肩作战 对彼此的性格 战斗习惯 道统偏向都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熟悉的过程很简单 大家一起饮酒 每个半仙当庭演示一番自己的功法境界 都是大家 一看就懂 太深入的东西不太可能 但简单的了解却是一目了然 到了这个层次 基本上都是心胸开阔的 或者说装也要装出大方来 没人会抗拒 太过藏私 这是对别人的不尊重 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折腾了大半日才散 李基在附近找了座山峰歇脚 长长的吐了口气 这次的假国之行 收获简直是太大了 大到了他就根本没有想象到 踏破铁鞋无秘杵 得来全不费功夫 道德之悲 他竟然可以进去 这就说明 这个最古老 最神秘 最直透人心 最假惺惺的先天大道 竟然还没人合到 怎么可能 但却又真实可信 在李基的思想中 像是道德这样的东西 不应该是最先被人合到的麻 结果像五行阴阳这样的自然之道都尽数被人合了 像杀戮毁灭这样的先天终结大道也被人合了 先天武运中为首的命运也被合了 怎么反倒是先天武德中的道德反而没人合 自然易得 人心难弄 在合沟行简易翻口时候 他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靠近了道德碑 注定进不去的地方有什么好患得患失的 谢天谢地 哪怕心理很放松 但数千年修道以来养成的谨慎习惯 还是让他首先伸出的是手 而不是脑袋撞 在旁人看不到的角度 他的宗旨竟然毫无障碍地伸进了道德碑的屏障 幸亏他反应机敏 及时缩了手 否则怕就会被其他修饰发现 其实就算是发现了也无所谓 但他还是希望逼掉一些 因为有很多东西 他一时还没想清楚 这可能有些不尊重 头一次和道德碑的接触 就是比划了一支中指进去 但愿天道不懂这个手势的某种含义 在之后的头状肩抗就是作戏 也是他进一步接触屏障的尝试 最后结论就是 他确确实实地能够进去 这个道德碑竟然是个美主的 他当然不会就极赤白脸地把道德大道当作自己的合道之道 不过是一个惊喜 证明了36种大道中确实还有未曾被人合道的 却不一定就是他的道 自始至终他都很清醒 和什么道 首先一定是要贴合自己的本心性灵 其次才是是否是先天大道 如果摆在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不合心意的先天大道 非常合适的后天大道 那么他一定会选择后者 当然 真到踏出最后那一步时 也不知道老天爷还会不会给他选择后天大道的机会 他仍然必须把寻找空缺先天大道的计划进行下去 也许 就有一个毕竟合适自己的呢 道德碑就摆在这里 谁也偷不走抢不去 道德大道就存在于天地间 也不是说你想和别人就不能和了 终究 比的是个机缘 进入天则大陆 在知道和道的规则后 虽然从未表现出来 但实际上对他还是有影响的 网上滑了四千年 忽然有一天被告知上面的座位已经满园 你只能选择更下一层的船票 总是让人感觉有些失落 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他 隐隐约约 朦朦朦朦 现在则是一招的轻 原来 上面还是有位置的 只不过可能有更多的人在竞争 有特权的 有后台的 有跟脚的 转世的 他对此不太在乎 只要有机会 大家就是公平的 取出一壶酒 自贞自饮 道的大道肯定不是唯一空缺的大道 但空缺的大道也绝不会多 应该在五个之内 甚至不超过三个 那么 还有可能是哪些呢 贾国的遭遇教会了 他不要依靠尝试来判断天道 这里面充满了变数 也充满了乐趣 先天三十六道 不依高低上下 是这样排列的 命运 厄运 节运 气运 承运 太易 太初 太史 太素 太极 太虚 道德 应德 功德 福德 圣德 杀戮 毁灭 极灭 时间 空间 五行 阴阳 造化 雷霆 生死 涅槃 混沌 混元 虚无 皈依 力量 因果 轮回 无常 莫须有 莫须有 就是可能有 可能没有的意思 三十六是天罡之数 但先天大道又不能随便凑合 烂于冲树 所以留个空缺 称为莫须有 实际上真实存在的 不过是三十五个先天大道 礼姬已经验证无物进不去的 也就是已经备合了到的 有五行 阴阳 杀戮 雷霆 太极 太虚 力量 毁灭等八个 再加上凤凰承认的命运备合 是九个 龙族的时空之道备合 但他不确定到底是时间大道备合 还是空间大道备合 其中必有其一 也可能两个都备合了到 也就是说 目前为止他确定了十一个 还有二十四个待病 这个过程真不是一般的困难 要了贼命了 就像有三十六个生日礼物盒子 只有一个是属于你的 那么你总得搞清楚每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合不合心意 又有哪些是隔壁老王的 要是有人能帮他分摊一下就好了 两 三个人各顾一片 解决起来就很简单 可惜 这种事是注定不可能和人共用的 说不出 道不尽 只能憋死在自己心里 纠真世界 人海茫茫 你知道哪个人和你有同样的心思 又怎么做到完美沟通 又怎么取得彼此间的信任 太难了 第2233章来袭 李基在贾国的悠闲日子只过了不足三十年 他的命运大到还都没有完全成形 预料中的侵略开始了 天泽大陆的换国之争 在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变迁发展后 逐步完善成一整套既复杂又简单 既光明又黑暗 既困难又容易的统一城市 其核心内容就是防止战事的无序扩大 这在天泽大陆的创立初期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都腥风血雨不断 把争夺就控制在一国之内 再简单点说 就是控制在半仙长老之间 与其说是一场争夺战 就不如说是一场雷台赛 最重要的是前期的规划 审时多事 至于真到了开打的那一刻 其实谁胜谁负也大概大局已定 很难有意外发生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修真战争 一些战略战术在半仙这样的层次下也没有用武之地 关键是实力 这才是硬道理 对一个国家的管理者来说 这些半仙祖宗们的纠纷他们是真心管不了 也不敢参与 其实和他们关系也不大 不管来了谁 都一样需要国家的管理者 这是道家内部分争的常态 对真君级更低层的修士来说 不过是换了个主家 但是如果是道家和佛门之间的变换 那么改变就会很大 比如这一次 天空中 一群僧人宝箱庄严 沉默的依次而行 僧人们共有十五 正好比贾国长老团少了三位 这也是天泽大陆换国纷争的规矩 挑战者必须比拥有者少 这样才能体现国家越来越强大的趋势 否则以重七寡 也就谈不上修真世界的发展 无序世界 也是有规则的 红毛的大道可以允许他们无序杀伐不沾多少因果 但人类的天性是 在过于无序中就会慢慢找到自己的有序 莲花和尚夹杂在僧人群中 对这次的谋国之举他没有太多的关心 来到天泽大陆已过百年 类似的争斗也经历过不少 早已经司空见惯 在他眼里 天泽的夺国之争有些幼稚 别看是无序 但争斗过程条条框框太多 完全发挥不出来战争的艺术 当然 这不是说这里的人傻 也是大势所趋 特定环境下的特别现象 他是最后才决定加入的 也是磨不过那些和尚们的请求 不过也就是一个卖力气的 其中计划策略是通通不知 他知道这样的较量基本上都是单个修士的比拼 他只需要尽自己一份心力即可 至于碰上谁 他不关心 重要吗 在主世界的修真界 他一直就不温不火的 其实外景天去过 内景天也去过 他的跟脚比较特殊 一些对普通修士来说 一生都无法知晓的秘密 在他这里也不算什么 上一世他就只差一步踏入仙境 这一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 一步一步地按照计划好的步调走 他太清楚贸然行事的坏处 尤其对他这样转世而来 占了大便宜的修者来说 不过分使用能力就是他行事的最高原则 如若不然 会遭天急的 他之所以前来 其中最大的原因还在纳德道德碑 通过周边竞争资格 他没把握 如果这次能一战而定 作为长老的他自然就有了自由进入的权利 至于墓地麻 燕雀安之洪湖之治灾 他们没太隐藏踪迹 这也不是偷袭 更像是一次窦江性质的争夺战利品 这是古老的传统 把无序的杀戮有序化 已经进入了贾国的疆域 道德碑近在咫尺 同时能感觉到道德碑上空近二十道强大的气息 道家修士早有准备 这同样也在意料之中 两个团体隔空相望 有为首的僧人上前 和对方首席长老开始繁琐的战前礼仪 也包括双方较量的最终方式 莲花和尚不关心这些 虽然他和人动手的机会并不算多 可并不代表他就没有战斗的实力 恰恰相反的是 在佛门一脉中 他也算是少有的护佛僧人 一身本是四千年来早已打磨的老恋无比 再加上前世的见识 这辈子就基本上没有走过弯路 每一种佛法 每一个方向 都是精雕细琢 不走弯路 这样的四千年 顶得上别人的上万年 这才是天泽僧人们一定要拉他入局的原因 在这些僧人中 还真就没人是他的对手 只不过比较低调 不愿意人前显胜罢了 下意识的 把神尸往对方道人中一扫 都是些强大的道人 也只是相对天泽大陆而言 在他的眼中 这些人甚至还比不上主世界内景天的那些疯子 不过莲花和尚猛的眼神一紧 一股寒流从尾昌穴一直透到天顶 视线中 一个道人正笑得开心 一副他相遇固执的鬼模样 这东西 怎么也来这里了 原以为天泽大陆足够大 自己也足够低调 怎么也不会遇到这东西 却不成想一个疏忽就撞了车 这东西来了 事情还有好吗 从当初一听到这个剑修四处到悲壮头 莲花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和他一样 这个阴魂不散的东西 怎么什么好事他都要蹭过来捞一嘴 捞就捞吧 宇宙之大 原也不可能他莲花一个人独享 这点气度他还是有的 不会傻逼一样把每个上进的修饰都当成自己的生死大敌 宇宙这么大 修饰这么多 祖人到图你拦得过来麻 根本就是自寻烦恼 但这东西不一样 他最大的恶习是 自己捞完了还要掀桌子不让别人捞 这可如何是好 莲花和尚开动脑力 得想个法子避免出现最坏的情况 莲花和尚心中着脑 这边相李基确实看他非常的亲切 真是磕睡送枕头 莲花和尚 好人儿啊 不同于莲花对对手一无所知 李基作为贾国的正式长老 贾国长老团的每一份敌情通告都会送一份给他 其中包括了很多可能会参加进攻的僧人的大盖资料 其中就包括一名外来的和尚 喜欢在盗杯空间和人交流 却不愿意真的进入大盗杯 他是个疑心重的 以以度人 就有了些小猜想 现在看到本人 那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个金丹石的固有 就一定是和他一样怀揣目的而来 错不了 莲花和尚 也是他修道过程中的一道静力风景线 没想到在原音真君后已经淡出视线的他 又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这和尚不简单 不是现在这么认为 而是当初金丹石头一次相见就有感觉 也是个有主角光环的 第2234章架打 和尚和道人交锋完毕 确定了双方如何决定贾国 道德杯的归属 各回本方 排兵布阵 为首的僧人面色凝重 他们这次采用的方式还是古老的单挑之战 十五场 谁输得多谁走人 任何人都只有一次战斗的机会 这是为了防止有实力太过出众的打通关 先天大道杯应该是大家的大道杯 而不是个人的 过于强调个人的力量会引发更大的混乱 这是绝大部分半仙的共识 既然早就决定了开打 和尚们对贾国长老们的实力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也做了很多针对性的调整 但这样的单挑可不是你想挑谁就能挑谁的 存在变数 近人是听天命 也很难找出能占完全压倒性优势的十五个和尚 只能说有优势 却不明显 另一边的道人文泽在商量谁打投一阵 谁都希望投一阵来个开门红 但因为投阵首先由贾国一方先出 所以对方派人就很有针对性 除非实力绝对强大 否则谁也不敢打包票 故此犹豫不决 李基是不耐烦这般啰嗦的 打个架还磨磨蹭蹭的一点也不爽快 而且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嗯希望对面的那个家伙机灵点 两人在办公室时顺便也把私事办了 便我去吧 也不等众人答应与否 静字跳了出去 他这番动作让道人们都舒了一口气 心中佩服 都说天则大陆的修饰无法无天 不讲秩序 可这主世界来的 却比他们更嚣张 能读杀九鹰 自有其底气所在 李基跳了出去 也不言语 只把双目为和 等待和尚们出人 这边和尚们就有些为难 这个人 他们打听得很清楚 能杀九鹰 实力绝对是顶尖的 凶兽可不会作假 如果是在比斗过长的中间 他们甚至会派上最弱的上去 以下四对上四 这么简单的策略不需人教 但是现在才是头一场 无论是事情还是心情 都不容轻易放弃 哪怕打输了 也要轰轰烈烈的输 才能激励斗志 可是派谁上去呢 领头僧人还未拿定主意 早有一位僧人纵了出去 口宣佛号 阿弥陀佛 既然是来自主世界的道人 那当然应该有主世界的僧侣接待 此人我接了 为首僧人方玉张嘴 又咽了回来 真心下 他不想让莲花出战 因为这莲花和尚也几乎是 他们中间实力最强大的那一个 只要不是对阵这个剑修 那几乎是妥妥的一场胜举 但如果对上这剑修 那就完全没有把握 不好说得很 但人已经跳出去了 终也不好再喊回来 弱了声势 对莲花的面子也不好看 于是只好忍耐 胎 那秃驴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是嫌爷爷的剑不够立马 本来还想着是不是先打个招呼 但这乌鸦果然似千年也不曾改变 一张嘴就满口喷粪 让人不由自主地怒从兴起 恶向胆生 砸毛老道 是我一介 莲花和尚嘴上也不客气 同时一斗森绣 波光一闪 一个庞大精纯佛意森森的结界已是兜住了对面的道人 掌中佛国 这一招 他当初在经单时就使用过 现在成了半仙仍然在使用 不是莲花前驴即穷 而是这掌中佛国本来就是一种随修士境界提高而提高的佛门尾数 却没有过时之贤 当初的佛国还看不出来太大的神通 但现在使来与当日完全不同 有大气象 大佛意 大威能 等贤之人不能破 佛国为严宝箱 国内佛影重重 看着就让人心起素养 根本无法尽亏国中虚实 朱般宝箱 往来斗法 旁观修士只除了提一颗心 都无法观察双方斗法进程 却只在想 我如果被包进了这样的佛国 该怎么做 那建修又在做什么 他们永远也想不到建修在做什么 建修坐在一座巨大的金色佛陀莲花座上 也比起一副碾花微笑的模样 小和尚 你看你压根有无成佛的前职 莲花和尚化身佛国伟立 一张口 整个佛国都在承转硬核 有鲜花洒落 有灵泉喷涌 有信众欢呼 但这一切 都盖不过纳得在佛陀连坐上 沐喉而惯的恶心人 有无前职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若想 佛就不会拒绝你 礼机继续装模作样 往连坐上一躺 坐睡佛状 小和尚 我第一次见你时就是这个掌中佛国 那时还是精丹 现在人都半心了 你这一上手还是掌中佛国 怎么 这是准备用到老了 莲花和尚可不像他那样轻松 他需要控制佛国 做出和人剧烈战斗时的种种表象 需要佛国震动 需要惊涛骇浪 要让外面的人哪怕看不到内中情况 也能感觉到其中的生死激烈 这恶心东西 见他就从来没好事 斗个法都这么累 这东西还躺在那里看热闹 说风凉话 一记足以棒一生 你那些零七八岁 还未必急得上我这千年不变呢 直说吧 今次撞上 你带怎的 李基就笑 我带怎的 你我既然在这里碰上 能心有灵犀的在这里说话 那还能带怎的 公平交换 天公无私 谁既多谁取胜 败者离开 如何 莲花和尚毫不犹豫 虽然也知道和这丝接触就从来没占过便宜 但在这件事上 心中缓急是很清晰的 至于假国道的悲之争 根本就不是个事 如此 你我就来试试 也让我看看明满主世界的人物 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 李基一跃而起 贺道 小和尚 是老李一见 佛国之内 一变涂生 一点明亮 骤然勃发 土而火 火而水 水而木 木成精 五行建议在李基的运使之下 眼镜自然本质 对佛国的存在构成了基础性的动摇 莲花和尚虽不见人 但佛国就是他 他就是佛国 混沌乍起 一行生 既是一行灭 整个佛国之内 变成敬畏分明的两个天地 类圈是五行变化生生不息 周边则是混沌天地周而复始 五行天地穿不透混沌真意的封锁 混沌真意也压制不住五行天地的变化 五行对混沌 一时僵持不下 第2235章作弊 真正地对战起来 和莲花和尚方才的自导自演又不相同 外面的修饰能清晰地感觉到两种大到意境的演化攻防 激烈冲撞 本以为这就是两人的本命之道 但谁知不过树袭 场中再起变化 杀戮之意奏起 和之前的五行变化穷尽奥里不同 就是狂暴疯狂不受控制的血腥建议 肆虐地撕扯着佛国内的一切 莲花的应对丝毫不慢 整个佛国一乎寻常地沉寂起起来 仿佛一切都在杀戮中消亡 又在消亡中重生 涅槃佛国在莲花手上完全无事见修的杀意弥漫 五行对混沌 杀戮对涅槃 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在接下来的对峙中 两个外来修饰为本地土著 展示了他们令人瞠目结舌的广博道径能力 阴阳对上了造化 力量对上了虚无 雷霆对极灭 太极对混元 毁灭对太初 莲花和尚总能拿出相应的道径来应对 仿佛口袋里的大道意境无穷无尽一样 无奈之下 山穷水晶的里基只好记出出事不久 还有些似是而非的命运之术 这样层次的道径别说对莲花这样的半仙 就是对一个真君来说也未必能起到什么作用 这是他最后能用的一种道径 如果莲花和尚还能应对 他就在无所出 只能看着和尚如何出招 然后在这场道径比拼中败下阵来 但就是这样疲弱的命运攻击 隔靴搔痒养时的效果 莲花和尚却是无动于衷 任命运之道落下 毫无反应 我输了 就此别过 天高水长 后会无奇 莲花和尚把佛国一炸 在天地剧烈波动震荡中 人化佛光 转眼消失不见 李基立在原地 暗呼侥幸 团团一击 也没心情多化 故自退回阵中 受到了贾国长老的一致祝贺 他赢了第一阵 却不是用的真正的斗战实力 而是彼得和莲花的默契 他出的每一个道径 都是他自己确定 肯定有人合到的道径 也是他这些时日 辛辛苦苦四处奔波下的收获 这一点上 他明白 莲花也同样明白 所以 莲花和尚的应对 就是他百数年来的收获 哪些大道是有人合到了的 混沌 造化 虚无 涅槃 极灭 太初 混元 这就是莲花给出的答案 同时李基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到了最后 李基又给出了个命运 莲花不能硬 等于就多占了 李基一个大道的便宜 所以作为回报 这场战斗莲花就只能认输 这是一个大修的自我修养 不用人教 如果反过来 莲花还能一直对答下去 让李基多得到一个答案 那么就轮到他认输了 哪怕真打起来 莲花未必就是对手 道人僧人之间的对战还在继续 但李基却完全没把心思放在上面 谁胜谁负也没多大区别 道人胜了他作为长老就有走后门的机会 和尚赢了他以后想尽道德杯至多先进资格竞争而已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估计莲花也是如此小 所以走得干脆 这个小和尚 很了不起 也有很多的秘密 在李基看来 和尚未必就是真的不能对答了 也很可能藏了私货 就像李基 其实也还有私货 比如太虚他就没出 时间空间也没出 光十一娘曾经说过 昆蓬的先天大道和凤凰一样也早已被人和道 那么生死大道也是何不成的 所以 看起来这场战斗是李基赢了 但若论实际收获 莲花和尚却更能忍 多交换了一个确定的和道大道 这便宜很实在 能节省无数时间去验证 在李基看来 莲花和尚的隐藏很奇怪 对一个佛门弟子来说 先天武的一个不通就很说不过去 道德 功德 应德 福德 圣德等武德中 最起码的功德你应该通晓吧 应德福德也应该沾边 但整场战斗莲花和尚却完全不牵扯武德之道 这就让李基有种猜想 道德大道的秘密可能莲花已经知晓 或者 武德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空缺大道 这符合合道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 有关自然的都已经被人和了 但有关人的却有缺失 道德是如此 那么其他似的呢 同样也是牵扯到人心变化控制 武德 是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领域 李基一瞬间就得出了结论 接下来他是不是往这方面多做努力呢 数百万年下来 没有搞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的 没人能做到何道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细想起来也很有道理 毕竟一百个人 就有一百种道德理念标准 这种违心的东西太难取得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结果 就像一碗豆花 甜 咸 辣 臭 苦 说得清楚哪个市政宗麻 笔士还在继续 道人们开始渐渐地落入了劣势 虽然双方都有所准备 但无疑是佛门的准备更充分些 他们挑选的僧人更有针对性 是天泽大陆整个佛门体系的共同力量 而贾国的长老们就不同 他们只是通过私人的关系获得了一些国家的支持 而这些支持也确实没丢人 李基赢了 勾行俭赢了 还有一位新来的长老也赢了 但他们的胜利却无法扭转原贾国长老们的整体萎靡 要输了 耽误数十年 自己不争细 也是无可奈何 勾行俭不太满意 可也没什么办法 李基却说起了另一件事 我最近听说贾国在闹瘟疫 不知是真是假 勾行俭不以为一道 实意而已 也不仅指贾国 附近数十国家都是如此 主要发病主体就是凡人 修士中倒是没听说过有染上的 李基却比他认真 一应源头可找到了 有无医治能力 凡人为我修真之本 若是大规模爆发瘟疫 引来一系列问题 确实不好收场 勾行俭一笑 难道临近道德杯 就一定要讲道德 又胜利太罢了 和一场战争相比又有什么不同 何必小题大做 这实意虽然流传甚广 但病情却不严重 病死率不高 凡人医师治不得 就是我修士出手也很麻烦 你也知道 谁也不可能为此花费 大量的时间来做这种吃力 不讨好之事 总会过去 在天泽大陆 类似的疫情也不是没出现过 而我们的应对也总是有的 还不至于就此束手无策 你是出来天泽 这些事看着就好 第2236章退出 比斗在无聊中进行 正如勾行俭所说 道家自己不争喜 那些原来的长老 被和上门吃得死死的 不得不咽下失败的苦果 最终 佛门弟子已九胜六败 取得了这次国征的胜利 整个比斗过程受伤不算 出现了三例死亡 佛门一人 道家两个 交接就在现场 在道德碑上进行 当僧人们重新应激道德碑时 李基能感觉得到身上 那道印记的消失 一次失败的守护 长老们很丢面子 所以走得飞快 他们也有无数的选择 去其他国家栖身 找个小国当太上皇 或者 再组织人脉积蓄实力卷土重来 几个帮忙的好手也无奈而去 也不过是修到历程中的一次小小的不愉快回忆 唯一没走的是李基 静静地留在道德碑上空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为首的僧人看着他 知道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国征的规则决定了准备的更充分的佛门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这并不代表他就不知道这种胜利是战时的 也是脆弱的 这是个无序的世界 人类在这种无序中找到了某种有序 前提是 大家都在理智之中 人类不都是一直处于一种理智状态下的 主世界都是如此 更别提天泽大陆 选择这种相对平和的争夺方式 是因为双方每一个半仙都有退路 都有下家 并不把一国一城视为生命之最重 但总有些疯子不依常理出牌 不寻利益而动 在天泽大陆的历史中 这种真正的无规则杀戮也不再少 每一次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视为浩劫 道有流连于此 可是有所见教 我佛门乃崇善之门 度教一方 道有有什么疑问尽可说出来 天泽国征 不类后患 这个可能与你主世界有所不同 老和尚是怕他找后仗 打黑枪 礼机一笑 他可没这功夫为一个消失的国度名号而卖死利器 来天泽这么多年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里的国家就像玩具 不过是半仙门眼中的附加价值 真正的价值在于大道碑 如此而已 国征已过 我现在不过是一个仰慕道德的客人 但道德之下 总不能只挂在嘴边 虚应故事 最近些十日 甲国有十亿蔓延 本来若无这场国争 平道也想为此尽奋心力 但是起仓促 一起国患 我就想问问 贵道同掌控之后 对此可有何应对之策 还是顺其自然 有得十亿自生自灭 为首僧人一笑 冲后面一招手 众僧知道他的意思 各自散去 妇又面对礼机 笑道 道有有人词之心 与我佛案通敬意 老僧深感敬意 但道有出来天泽 有些历史可能不知 我这里说与道有 也好解了你的疑惑 天泽无序 又有序 其中分寸 数百万年下来早有成规定制 十亿之发生 在天泽并非首次 若干年下来 总要出现一次 原因未明 不过我等修士 却不会任由其传播蔓延 这一点还请道有放宽心 顿了顿 看向甲国大地 此次疫情 非只甲国一地 而是周围数十国度共同的危难 再放远些 其他大陆国度也未必没有 我们早有所闻 却不会袖手旁观 凡人为修士之本 主世界如此 天泽大陆同样 简单的道理 谁都明白 一般情况下 当疫情蔓延开始 遭难的国度都会联合起来 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合适的时间 同时在蔓延区域进行大规模施展 清静之术 由我等办先为主 分遍分区 各有责任 这件事还在联络之中 总要同时开动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这时间 快则一月 慢则数月 依疫情紧迫缓急而变 道有出来 可能叫得我们天泽修士对事 管凡人大事不闻不问 这是不可能的 真若放任 损的是修真基石 这个后果没人愿意承担 所以 道有的担心大可不必 君若不幸 可驻足于此 数月后一切自明 李基就叹了口气 他是想为这件事做点什么的 力挽狂澜 登高一呼 就像他前世中的世界抗议一样 但他的想法有些简单幼稚了 这个修真世界自有修真世界的手段 却不是他前世那些办法可比 什么隔离 封闭 切断传播途径 这些在这个世界并不适用 这个修真世界的架构也永远做不到如前世一般的精准有效 万众一星 但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的优势 那就是修士们 他们能做到凡人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谓清净之术 道家福门并不相同 说穿了就是大型范围类的驱邪杀翼之术 比如甘霖术 筑基修士施 可附数母 精丹使用 可盖一箱 还有原因真君 真到了半仙出手 数人覆盖整个国度也不在话下 老僧说得对 需要统一行动 否则指一个国家清除就没有意义 这些 却不是他这个门外汉能了解的了 事实证明 想在一个修真世界做些了不起的大事 很难 谁都不是傻的 都有能力 也都有见识 这么一个大肆捞取功德 造福人间的机会 又怎么可能平白留给他一个外来者 当别人都是死的麻 大师见笑了 主世界很少见识这种情况 稍有端倪 就会查出一员 直接扼杀 不过天则太大 怕是查无可查 又怕流传至整个大陆 那就是我们修士的罪过 天赐能力 却不能回报生灵 是为师的 评到虽然是个耍贱的 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就是不知 这一员到底起于何处 就不能一劳勇一麻 老僧就叹了口气 关于一员 众说纷纭 有说是因为天则大陆吸引其他星体带来的 也有说是太古凶兽偷偷释放的 还有人说是某些特殊道统的人类 修士不慎泄露的 当然 也可能是凡人自身生活习性不当造成的 不一而足 各有各的道理 也有无数修士为此穷尽心力 希望落得一个大功德 数百万年下来均无功而返 即至后来 这心思才慢慢地淡了 好在至少数千年左右才一次 对天则大陆的影响也毕竟有限 这才形成了现在的习惯 见怪不怪 疫情出来 消去便是 第2237章周游 李基继续他的周游 关于疫情 他有些无能为力 他对单道一道一窍不通 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去打理 这不是用戒能解决的 功德 应德 圣德 福德 这次的之悲就是他判断的方向 他有预感 如果先天大到还有空缺 就很可能是从这里出 但让他迷惑的是 就算是这死的中真有空缺 他会去和这些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大道麻 功德 行善之果报 多犯执念佛 诵经 布施 放生等事 这完全和他里乌鸦不搭边 福德 是五欲六成 明文立养 和功德不同的是 福德可以和人共用 功德则是内在的东西 就像荣誉 他里乌鸦有福德 英德 凡俗人认为 所谓英德就是为死后积德 这是不对的 没有修是会去为自己的死后修德 那是真正脑袋秀了的才会去做 英德 英是指心 英德就是心的 心的就是心善 怜悯 好施 恭敬 帮助他人等等一切善念 这个 里基自问做不到 圣德 亦做圣德 有言至高无上的道德 一般用于古之称圣人者 也用以称帝的 这东西距离里基太遥远 他不想成为圣人 也不想成帝 他就是一个喝酒吃肉杀人的市井之徒 真让他有了这种德性 那比杀了他还难受 所以 这死的似乎也不必戏教 反正他不会去和 与其和这些 还不如和各能痛快心情的双修大道呢 至于其他的先天大道 还是要判断的有 因果 归一 太史 太义 太素 节运 厄运 气运 成运 这些先天大道中 又可以细分以下 归一 是个更多的偏向于佛门的大道 也可以称之为真如 自性 法身 实相 佛性 法性 如来藏 原成实性 本来面目 大原净制等 与礼机不通 太素 太素者 直之实也 持起先有太初 后有太史 行照既成 行而有直 而未成体 明曰太素 先天五太之一 是无极过渡到天地诞生前的五个阶段之一 就是直的起始而尚未成体的阶段 太史 太史者 行之实也 是宇宙生成链条中的第三阶段 在太义 太初之后 在太素之前 这个阶段有气 有形 但尚无直 既非绝对的空虚 亦非实有 是从无生有的过程 太义 未见弃也 代表无极过渡到天地诞生的第一个阶段 只有无限虚无的宇宙状态 阴阳未变 灰莫太虚 无光无相 无形无明 即西辽西 是曰太义 指阴阳的分化尚未出现 广大无影的原始虚空 当这一阶段 没有光明 没有形象 没有形状 也没有名称 极尽无形 是神的起始 但其尚未出现 太义 太初 太始 太素 是天地形成前宇宙演化的四个阶段 是彼此联系不可割裂的四个部分 缺一而不可 对他们的理解 也不是可以单独拿出来衡量的 需要从整体上有个深入透彻的认知 这四个先天大道 必然是存在久远的先人才能真正掌握 在先庭之上 也一定是生命授数最悠久的惊鲜的囊中之物 李基碰不了 不能碰 也没资格碰 范围在此苏小 只剩下因果和四孕 五孕当中 命运为基 李基师从凤凰 通过这一 二百年的禁营 也大概明白了自己并不是和孕有缘分的那块料 律和先天大道 义的此道空缺无人和 二虚弃合自己的本心方向 不是功德人 你非强求功德 不是从上古走过来的人 你非得追求那一丝宇宙的四态变迁本质 不是运中人偏求运上身 这些 都是修行大计 强求之 反遭其害 在天泽大陆近百年后 李基发现 除了一个已经证实了的道德之道 他现在就只有因果之道可以去尝试 虽然他内心中对此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前途变得再次暗淡 却符合正常的修真进程 无数真正顶尖的精英 在历经数百万年的挑挑拣拣后 还能给你留下什么又合适 又漂亮 又厉害的先天大道 修行的过程从懵懂无知 到扎文大道 评高励志 眼高手低 困难重重 苦苦追寻 备受打击 坚持不放弃 他等的是柳暗花明 现在柳确实暗了 还没见到花 只见到一头大野猪 这又是一段不短的旅程 因为急迫 又因为患得患失 他把速度降得很低 半游半行 强迫自己在不同的山川人物 江河地里 人文风俗中放松自己 这是件很可笑的事 每次在上镜之前 他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这种感觉 每次当他突破了上镜 感觉自己心境在一次圆润后 却再下一个关口继续犯愁 这已经成为了习惯 没有阳关大道 困难永远一个比一个难 在登仙这样的巨大鸿沟前 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你想改变的是自己的本质 追求的是天道最严格控制的长生 他现在的心情很有些复杂 明知因果大道被人和道的可能性很大 但仍然抱有一线希望 因为这个因果大道 也是个很高大上的大道 很是诱惑 李基第一次接受因果大道 还是经当时在流亡地 他习得了仪式剑术 剑之双面 自此 开始了漫长的修行因果牵扯 虽然没有真正系统学习 但这东西却一直伴随着他 从未有一日离开过 他自认和因果还是有缘的 也不排斥 在因果大道基础上 发展建树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剥离了他习以为常的强攻应弩的方式 而是从冥冥中的神秘来解决问题 这对他实力的提高很有好处 所以 其实他是有一丝期盼的 谁不希望自己和格拉丰的先天大道呢 尤其对李基这样虽然装得很无所谓 但装逼情节深植血脉的人来说 莲花和尚会不会骗他 正如他没骗莲花一样 可能会有藏思 但一定不会在已经透露出去的大道上作假 这是双方虽然谁都看谁别扭 却始终维持一个半拉朋友的基石 路越走越远 位置越来越高 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 总要有个脸熟能说话的 哪怕是对骂 对于修士来说 这很重要 重要到在重大问题上 他们可以不露口风 但如果露了 就一定是真的 第2238章单刀直入 原国 可能不是天泽大陆最强大的 但一定是最古老的国度之一 迄今为止已经存在了数十万年 从未被人攻略过 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其实力的与众不同 这个国家 是个异类 更像一个门派 而不是一个人员变动频繁 跳槽盛行的国家 也是正常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存在了数十万年 那么其国内道统传承也就必然的趋于一致 越倾向于一个整体 在这里 因果大道就是一切 不仅仅是有因果道碑 也是每个修士 下至筑基 上道半仙 每个人的跟脚出处 但对李基来说 这不是个好消息 因为这意味着他这外来的和尚 肯定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那种欢迎 这和他的实力强弱没什么关系 关键是道统的冲突 让他在这里不被认可 离下一次因果碑开启还有数十年 他也实在是懒得再去他处寻机缘碰运气 干脆就住到了因缘城 原国的首府 城外不远处就是因果大道碑 方便得很 也正好乘着机会继续深耕他的命运大道 他也不想总是和凤凰绑在一起 之前是因为是对手 怎么恶心怎么来 现在虽不能算是朋友 但勉强也和莲花是一个等级 相看两眼 却不得不搅和在一起 也是缘分 既然想深入命运大道 既然想在红尘中享受吃喝玩乐 那么总得有个职业 一个安身立命 起码让人看起来正常的生活方式 算命先生 就是他的新职业 正好验证所学 命运大道中凤凰的那些东西 他不能全盘照搬 那么 接触凡人 从凡人开始 应用他现在还很税嫩的命运之术就很得当 新挂 占卜 归筹 运算员 八字 这本来就是无数后天大道的一些分支 对命运大道来说 在某些方面和这些后天大道是有互通之处的 占卜 只能预测推算 但命运之道悟到深处 掌握了命数 却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当然 这是后话 在他的印象里 一个标准的神棍挂算 应该是轻瘦的 戴着墨镜 最好是瞎子 穿着长袍 挑着个盘子 摇着个铃铛 一脸的莫测高深 满嘴的一派胡言 看人下菜叠 话术讨真相 模棱两可 似是而非 就是挂言的基本原则 这是在前世的印象 但在这个修真世界 不合适 这里是有修真的 也是有真正具备 看清一定时间内的 过去未来的人 事实上 如果境界到了真君 修是就算不通挂散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至少 看人过去未来是基本素质 这就具备了相当程度的 挂散基础 在这里挂散 道庞是必备的 先锋道股是标配 不如此谁会相信你 就连凡人都知道 修者中都是些相貌堂堂之辈 你这不起眼的外表往那里一站 直接就被人忽视 祖师也不赏饭吃 所以李基除了一件破旧沧桑的道袍外 就给自己加了副墨镜 这个世界没这东西 不过对他来说 自己做一副也不过是举手之劳 半心了 你行化物是基本能力 修到深处 现在也无所谓什么炼气之术 半仙修士已经可以做到把身体所有的精气神完美藏于性灵 与普通凡人无异 除非同样的半仙修士直接神事扫看 否则不能查 等到了人先那一步 如果在下界游戏封城的话 那就是任谁也看不出来 视为唯一 算挂先生们 大多都是一瓶水不满 半瓶晃荡的家伙 是筑基不成的修行者一个很重要的虎口方向 也有纯粹的凡人 那就是一张乔嘴完全胡说八道 真正的修士 筑基以上 谁也不会把宝贵的时间放在这种无聊上面 而且有些占卜道统 泄露天机是会被天道惩罚的 这一点上 三红大道和红毛都一样 大道的原则是 我可以给你某种预知未来过去的能力 但仅限于个人 你不能跑大街上满口胡言 这样的约束 境界越往上越严格 至于筑基以下就基本爱不着 你也没能力预测那些竞技 李基就这么一副另类的打扮上了街 之所以戴墨镜 一方面是出来乍到没有名望以此吸引好奇的顾客 一方面则是介意掩盖他稍显平凡的外貌特征 一根竹竿上挑着张破布 上书 铁嘴神段礼不一 也是前世的念想 这名字一听就有仙人游戏红尘的感觉 所以也就拿来用了 走街串巷 是他线下的主要工作方式 算命这个职业中 也是分三六九等 分高低贵贱的 有名望 有实力 说得准的 就会有自己的道场 或挂单某个道观寺院 这是上等的去处 因为去的都是善男性女 肯掏银子的就多 其次是在大的公众场合 市集 庙会 娱乐场所等 也算是固定贪 有固定的受众群 衣食无忧 最不济的就是李基这样的新手 没有名望 没有老顾客 你真找个地方作纳 一天下来也不见得会有人光顾 反而会被某些黑暗势力收取不菲的摊位费 所以就只能炼油摊 还不能去那繁华的大道 因为那里也是有固定主人的 贸然进去 说不定就得挨打 就只能走比较偏僻的小巷 在底层凡人的平民区中晃悠 以博取为博的收入 挂资也是便宜的不能再便宜的捅饺子 一天下来能吃碗面打嚼酒已经很不错了 这是李基最喜欢的方式 因为最真实 他可以在这里接触平凡人们的原生态 也顺便印证自己的命运所学 任何大道 都需要一个熟悉磨练精粹的过程 没有哪个大道是可以闭关千年数千年 平易脑门的胡思乱想来达到最后的融会贯通的 命运大道同样如此 这就是凤凰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不同的地方 他现在的能力 去妄测修饰的命运 就会出现类似和凤凰之间出现的那种不受控制的乌龙 害人害乙 还会留下无穷的后患 就只有从凡人入手 从小楚入手 慢慢完善 丰富 惊喜他的命运大道 之后再由凡道修 由低道高 由人类矣 这才是他修行命运大道的正确打开方式 第2239章不一门 上街第一天 李基就知道自己犯了各大错误 他没有实现调查研究就起了这么一个看似拉风的名字 结果一上街却发现 不一门实在是太多了 李不一 王不一 牛不一 马不一 白不一 黑不一 等等 似乎不一就是挂算的专有名词 早知道叫麻衣好了 写都写上去了 他是个懒人 也懒得改 于是就撑着这么个主赶走街串巷 三日下来 一无所获 这种巷子中都是穷人 很少有愿意花一张面饼钱来猜测自己的未来的 因为也知道自己的未来 其中大部分人终身也跳不出这片低矮的棚户区 李基也不着急 时间有的是 只这么走走转转也蛮好 想些心事 推敲命运 听周围左近的繁衍俗语 他是个一直坚持市井路线的修饰 这种坚持不是为了装 而是真正的喜欢 第一个生意来自一条小巷拐角储耍钱的几个青蹄 在这种地方混 也是混得不如意的 但他们比起寻常百姓来要更跳脱些 可能也是以此表现自己的不同 再说 也未必会真的给钱 当个乐子耍耍 四周聚着些闲人 也不是太怕他们 在这种小地方又能生出什么大气势来 甚至偶尔还有自家长辈从此路过 顺便给一搏溜骂他们不务正业 几个青蹄正嫌的无聊 直美也是因为赌资有限的不多童子而有气无力 正无聊时 就看见远楚别过来一个算命先生 戴着个很奇怪的眼罩子 看不出年纪相貌 不过从走路姿态上 感觉年纪似乎不太大 为了娱乐自己 也为了娱乐周围些晚饭后无处消遣的街坊邻居 大姑娘小媳妇 一个青蹄变得一洋洋的喊了句 那算命的 你今次有福了 爷们儿今天高兴 打算照顾照顾你的生意 还不快点过来 礼机文言 不许不计的堕了过来 这次他可没带着惯常的假笑 对这个职业来说是不能笑的 要矜持 要高朗 一副是外高人的模样 虽然他其实就是是外高人 但四千余年修到下来 却没修出那份独特的气质 那些都是肖金瑶 他们也去不起 所以难得有这样看热闹的机会 就没人肯错过 总比呆在屋子里造小人墙 造出小人儿又多出一张嘴 那个喊出声的轻疲很有表现欲 兴奋的站起身 双手下压是以大家安静 他自问是个见过失面的 知道那些固定场所的像是挂着 不是他能招惹的 要么有后台 要么是有点修行本事 捏死他就如蚂蚁一般 但没有有本事的会走街串 向到这地方来 如果来了 那就一定是个没本事末后台的 很符合逻辑的推理 便是小爷我了 这样 你先说说我的过去 然后再断断我的未来 说得准就有傻 胡说八道就别想有一文的镜像 还得小心眼门儿的拳头 围观众人发出哈哈笑声 这种地方你也不能要求人们的素质 贫穷自然有贫穷的原因 可能有外部的各种不公 但自身仍然是主要问题 也怨不得谁 礼机也不老 和这种小混混有什么计较的 也罢 平道就斗胆一算 你且伸过头来 占卜麻 方式各异 有看手的 有捏骨的 有镶面的 有厕字的 有套话的 他不需要搞那么麻烦 其实对他来说 也就是一搭眼的事 但他不能表现出来 必须遵照相识的传统 之所以不看手 实在是因为那双手太脏 就只好镶面 不过那轻皮头一伸过来 一股粤鱼未洗的 欧苏味就扑面而来 也比他手强不到哪里去 略意端详 随即闭目沉思 附带摇头晃脑 这时的人群反倒沉浸下来 百姓们对像术并不陌生 知道那些在道观庙场算命的事 有真本事算得准的 也有更多如眼前这人一般 装神弄鬼欺骗钱财的 这时都在想这道人 到底应该算是哪一种 从经验上来看 是骗子的可能要更大些 如果是这样 那么接下来可能还有一场武打戏 能为精神贫瘠的他们 提供额外的乐趣 驾坐陈寅 睁开双目 当然 戴着眼镜的他外人 也看不清楚他这番做作 孙二皮 这是你的名字吧 李基投一句话 就让所有围观的人闭了嘴 他们从来也没见过这个相识 肯定不是熟悉的人所办 而且二皮的行为 也是纯粹的一时兴起 那么 这个人是怎么知道 二皮的名字的呢 你的过去 双亲不在 有同族长辈抚养 好欧豆 讲义气 很希望别人喜欢并尊重你 你有许多可以成为 你优势的能力 没有发挥出来 同时你也有一些缺点 不过你一般可以克服他们 你与女性交往有些困难 尽管外表上显得很从容 其实你内心焦急不安 你有时怀疑自己所做的决定 或所做的事是否正确 你喜欢生活有些变化 厌恶被人限制 你以自己能独立思考而自豪 别人的建议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 你不会接受 你的有些报复往往很不现实 孙二皮听的是目瞪口呆 他发现这个相识说的每一句话都真真切切地击中了他内心中隐藏最深的那一部分 可不仅仅是他的名字 他都有些害怕这相识再说下去会说到他心中更多不可言及 始于显示的东西 那些不是他这种底层混混应该梦想的东西 比如修行改变人生 比如发财成为因缘成最富裕的人 比如娶得三条街外王大户家如花似玉的三小姐 还有很多很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梦想 第2240章忽悠 其实李基之所以知道他的名字 只是因为自己迥异于常人的六世 哪怕关闭了所有 也能轻易听见远远的拐角处几个青皮互相之间的称谓 为什么独说他好勇都狠 是因为几个青皮浑身上下都只有小巴小伤 就只有他身上有两处锐气之伤 这些对相比于凡人长了一双独眼的他来说 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 至于其他的说辞 不过是话术而已 这其实是一顶套在谁头上都合适的帽子 在生活中 这种效应的典型反应是在算命过程中 那些求助算命的人本身就有易受暗示的特点 当人的情绪处于低落 失忆的时候 对生活失去控制感 于是安全感也受到影响 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 心里的依赖性也大大增强 受暗示性就比平时更强了 只要算命先生善于揣摩 稍作引导 求助者立刻会感到一种精神安慰 这就是说曹操 曹操道的道理 类似的俗话是受伤的手指经常被人碰 为什么一个人总有受伤的手指经常被人碰的想法呢 道理很简单 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对受伤的指头格外注意罢了 也就是说 我们对外界的感知是有选择的 事情就是这样 恰好符合这一经验的被我们记住了 而更多的不符合这一经验的却被我们忘记了 并非他的预言多么准 只是由于我们所做的选择更有力证实这句话罢了 不准不准不准 都是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心思 过去说完 你现在说说我的未来 这才是我真正想听的 愿意付钱听的 说那些沉芝麻烂骨子有什么用 都过去了又不能改变 孙儿皮胡搅蛮缠 他是心境已乱 开始患得患失 疑神疑鬼起来 这才是一个好像是变过去应该达到的最好的效果 李基唯唯一笑 愚弄一介凡人 并不值得骄傲 什么时候对面站的是个半仙 那才是本事 好 就说未来 孙儿皮的未来命运 在这段时间里他早已反复推敲过 要找到其中的命数并不容易 哪怕他是个凡人 修士能看过去未来 但这指的是同样的修士 比如半仙真君 他们修了过去未来 所以既高一筹的你就能清楚地通过各种方法来窥去 但原因的过去未来就很模糊 因为就连修士本人自己也模糊不清 就更别提精丹注击了 想当初李基看的最果断的唯一一个修士的过去 就是不连 那不太一样 是因为长久相处之下的一种直觉的指引 不能用于陌生人身上 修士如此就更别提凡夫俗子 这些人活得懵懵懂懂 自己这一生都过不明白 又怎么可能清楚地明辨自己的过去之师 未来之望 所以用他以前那套杀人手法分辨过去未来在凡人身上是行不通的 就只能用他心境休息的命运之术 寻找那么模糊糊变换不定的命运 在这个孙二皮身上 他看到了一些不清晰 而且只能在十年之内 不过对他现在的项面来说尽够用了 以你的命运 如果能够依心中所愿而努力 在尔利之年当能有所成就 搬离这片棚区 如花美眷也会有的 不过未必是你心中所想 关灯都一样 也不必斤斤计较 不过你这好出头拔疮的毛病也该改改了 虽然年轻人血气旺 不好隐忍 但既已成年 总要行事之前有所考虑 如若不然 十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 灾在左腹 你好自为之 孙二皮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既相信又不幸 信的是自己的过去被剖析的一清二楚 不信的是这算命的竟然咒自己有血光之灾 自己的左腹本来就有一条伤疤 那是前年与人都偶实不慎留下的 他的朋友们都知道 肯定是这道人提前在这一带通过其他人打听过 然后今日故意过来装神弄鬼 以后说出去他真有腹上一巴也反驳不得 肯定是这样 最重要的是 三文钱对他来说也很重要 方才只没输了几文 现在手里就剩下五文 给了这相识自己就连一碗面都吃不起 想到这里 清皮的本性发作 早忘了这道人对他过去的神奇判断 却要把娱乐进行到底 赖了他这一挂 也让周围邻居们知道他耳皮的混混本色 于是把手中愁眉一直 一脚瞪时 一手插腰 即止喝道 我把你个满嘴胡说八道的假道人 说得狗屁不通 更是唯言耸听 要骗小爷的钱财 今日我就要为名除害 揭穿你这骗子的真面目 毁了你的招牌 看谁还敢再找你算卦去 一众清皮早就手痒 等了半天 其实等的就是最后一通胖揍 如果运气好 说不定还能在这穷酸香室身上搜刮出些财物 岂不美哉 清皮围了上去 围观众人十分的兴奋 这样的围欧 只要相视之鸡不反抗 也就是在肉后处挨几下老拳而已 伤不了人 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早已是司空见惯 但还没等众人动手 相视盘头上却传来一阵清晰的嘶嘶声 众人连忙看过去 却原来是一条手臂粗的大蛇盘距在那里 正仰头吐性 谁也搞不清楚这蛇是一直就在盘上盘着的呢 还是相视使障眼法临时掏出来防身的 但那蛇头争鸣 三角之状一看就是毒蛇 色彩斑斓 一看就是个厉害的毒物 一时间谁也不敢靠近 他们这样的人家 一旦被蛇纹锁伤 又哪里看得起狼中 能挺则挺 挺不过去就死 却没人把大好生命浪费在这里 终究 不过是敞乐则罢了 李基就叹了口气 把盘扛在肩上 缓缓离开 忠言逆耳 良药苦口 为洛比之物 却致危险于不顾 呜呼哀哉 可悲 可叹 慢慢的 人已走得远了 单人独盘 在远远射来的灯光中拉出长长的阴影 一声隐约的叫盘传来 铁口神断 李氏不一 即便过去 也盼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